郭文貴議員 好 那我們大概各黨團都已經到我們的會議的現場 我們正式宣佈開會 那麼在進行整個提案的討論之前 要跟各黨團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柯建民總召的研究室 在中心大樓的研究室 剛才大約有20位左右的年輕人 衝進去毀損的一切東西 研究室是屬於個人的一個範圍 雖然是由院方提供 那也是屬於個人 所以能不能請我們的黨團 共同來發個聲明 對這樣闖入研究室毀損東西 這樣的一個行徑 我們來共同發一個譴責的聲明 如果大家同意 一起來發個譴責的聲明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業務單位 手擬的稿 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就是不知道我們所有的黨團 同不同意剛才剛闖進去 看大家的意見 如果闖入會議室 還是說闖入院內任何一個公共的地方 那這個是比較屬於公共場所 那進入到個人的研究室 那這個就請大家斟酌一下 主席 國民黨可能在這邊 我們覺得標準要一致 從以前到現在應該都標準要一致 好 沒有關係 覺得呢 什麼叫公共場所 什麼叫公署 什麼叫私人辦公室 我覺得這個標準都要一致 沒有關係 所以你們的建議 過去發生過的事情 跟這一次發生的事情 而且以前也 也有人的 研究室以前也被傳過 像之前賴斯堡當總教的時候也被傳過 但是 院方從來沒有對這樣的事情 發過什麼公開的黨團聯合的譴責聲明 如果大家覺得不妥 那就由柯委員自己 好來 我是覺得是這樣 如果是中興大樓 這是屬於立法院的委員辦公室 對 就是立法就是中興大樓 這個在整個的 其實你看國外 你要光要進 這個我長期我就一直很納悶的一件事情 你這個是委員的辦公室 其實我們長期以來在一樓的出路 講真的那個 真的為安那個方面 真的做得很大 我憑良心講 我想院長這次到日本訪問 你看要進去他們的國會 要事先要申報 然後你要把你的資料提去 他們再派人下來在樓下再去檢 你才有辦法進去他的辦公室 委員的辦公室 這個其實 我是覺得這個 從這個是長期好幾次的事件 我們應該是立法院 是應該針對這個部分 如何來維護在我們的研究室裡面 該有的基本的 這樣子的安全跟人員這樣子的 一個檢查 我是覺得 應該是要再做一個檢討 的事件 这是我的一個建議 好 那我們對於院區 以及委員 研究室安全 我們會來加強維護 那針對有年輕的朋友闖進去到委員會 因此個人而且過去也曾經發生過 我們就不以黨團的名義來發表任何的聲明 好 謝謝大家 我們進行今天討論協商議題 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我們今天的一個黨團協商 第一案就是延商內政委員會報告 並案審查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這個案子是民進黨黨團提出希望能夠協商的案子 第二個案子是延商勞動基準法修正審查相關事宜 這個在105年10月31日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議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1案 相關事宜這是我們時代力量黨團提出的案子 所以我們今天就進行這三個案子的協商 那首先我們針對第一案 是4月6號在內政委員會審查通過的 這是有關住宅法的部分條文 總共有不同的委員提案加起來是7條 但是現在新的住宅法已經全面在內政委員會已經開始討論了 那總共有70幾條 那這部分的條文7條裡面其實在現在的版本裡面通通有涵蓋到 那我們認為如果我們現在先行通過這些條文部分條文 然後我們再來再通過住宅法整個版本的修正 那事實上這個會造成法律上重複的問題 那是不是其實住宅法這個大家都知道 現在優先法案已經積極在審 我們預期是在這個會期就可以把它審完 那要不要等這個會期整個住宅法通通審查完 完整的一個住宅法的一個配套 把它審完以後再行除 以上 好 請各黨環表示意見 好 來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想住宅法在4月6號 就是本期主持會議所召開 把這個住宅法完成整個修法的工作 那這一次的修法工作當中有三項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第三條裡面 我們希望在30%以上 就10%以上而且有高度共識 就是第三條 再來是第六條 我們把這個學者專家所賺的比例 三分之一改成二分之一 再來就是第十二條 這是真正落審照顧落勢 而且希望能夠在每月租金收入的金額 有超過新台幣1萬元部分就不再此限 然後避免併入這個所得稅 那十四年限是五年 那這個部分是對我們現階段 有一些願意提供房子給這些弱勢的部分 而且現在就必須要做 那麼至於現在在省的住宅法裡面 其實有一定程度跟所有外界的期待 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我舉個例子來講 也就是說當時花次長講的老屋見本的部分 引起外面有很多的紛爭 所以我預估我們的住宅法要很順利 而且沒有在公聽會的狀況下 那沒有爭議的通過 我覺得這是微乎其微 尤其是這個會期 是以預算審查為主 那這三個條文是當時審查過程當中 所有黨團最有共識的 那本席要求按照我們整個的意識規則 我們就必須要在一個月內要處理 所以我希望院長要處理 以上謝謝 好有沒有其他的黨團對住宅 好來陳委員 我是跟各位委員同仁建議 因為這個包括社會住宅整個套案的法律的修正 他條文其實牽涉的非常多 那這個在我們委員會審查也非常順利 那我們今天在處理的住宅法部分條文是大概七個案 幾個條文裡頭 那這個其實當時是在520之前審查 包括並我們這些委員通的一些案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假如這幾條過 然後我們這個會去又把其他七十幾條又過 其實就立法資源來講這個是浪費的 假如說大家這個對於住宅法那麼關注 那是不是我建議說我們在協商的時候就 大家有公司 我們這個會期就把住宅法三讀處理完畢 那我們內政委員會都來全力配合 那時間大概也差一個月的時間而已 這非常快我們就可以處理完畢 那這樣也不要再形成說今天通過幾條 然後明天又通過幾條 因為大概租金的這個補貼 或者是這個減免減稅這個部分 其實它必須跟整個社會住宅是做配套一些處理 那當時我們在520審查的時候 是並沒有 當時並沒有這個 包括做這個其他條文 這個牽涉到這個社會住宅的這個部分 好來來一位 好一位再一位 這個就法律而言呢 就是說今天 如果說今天法律通過了 然後過一陣子又再通過法律 那這個對於法律系的學生而言 那是一個非常困惑跟這個 就是說很大的一個負擔 所以在這裡呢 就是說我們覺得如果 現在就是說當初通過這個住宅法 其實只是把幾個重要的原則讓它通過 但是呢法其實是一個整體性的 所以今天只通過這三個條文 其實它並不周延 所以周延的是現在正在討論的這個版本 因此呢就是本席也是建議說 是不是把這個應該是等到那個比較周延的 那其實呢就是說所有的這些原則在新的版本 其實是一樣 這幾條在新的版本是一樣的 只是說它的文字上更周延 而且就是說它是一個整體的配套的一個規定 所以呢要通過就立法的品質來講 應該是那個完整的版本通過 因為這樣子對於法律系的學生 他今天念了一個新的版本 結果又過幾個月又一個新的版本出來 那這樣子大家會非常的混淆 所以呢就立法品質而已 我們其實是應該既然有新的版本 正在委員會正在審查 其實應該定入那個新的委員會 就等到那個委員會的時候再一起通過 那如果說非要通過不可的話 也應該要把今天的這個版本呢 就是提出修正用修正動議的方式 把現在在討論的這個版本的文字 把它這個修改過來 不用說將來同一個條文又再通過一次 又再不同的文字再通過一次 好 好 李委員 院長 我想到目前為止 這個黃昭勝黃委員送進來的這幾條版本 其實也是在內政委員會 各黨派大家都有通過 大家都有同意的版本 我覺得當然法律它有一個完整性 但是這件事情畢竟是弱勢團體 大家所關注的議題 那當然包括老屋劍檢 其實我認為內政部 花市長上次在委員會說的並不清楚 包括他未來要怎麼做 民間團體還有很多的意見 所以我認為整個住宅法 如果整套要通過的話 我相信還是會有很多的複雜性在 那萬一 當然大家都希望說年底可以過 但是萬一沒有過 我們如何對這些弱勢團體來交代 那畢竟這幾個條文其實沒有政黨的問題 我們是要協助弱勢團體 應該有這樣的共識 去看待今天住宅法要修正這幾個條文 那我覺得如果是朝野黨派大家有衝突的話 那當然是另當別論 但是我覺得今天是在協助弱勢團體 在租屋上面的補助 應該是大家可以有共識去做處理 或許文字上可以有一些小小修正 但是如果大方向沒有太大的意見的話 我覺得為什麼這件事情今天要放在檯面上來去談 來 姚委員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在條次上 在現在通過的版本 第三條第四條 馬上就面臨這樣的一個衝突 就是我們在這個會期 由趙天麗委員所主持的 整套的住宅法的修正裡面 已經討論到應該是第六還是第七條 那第三第四條的時候 大家已經發現 這條次必須要調整 才能夠更清楚的 把我們未來整體 對這個社會住宅 或者整個住宅正義的實現 能夠把它弄得很清楚 這裡面就其實很重要的 就是包括它的身份 還有提供30%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調次的不同 沒有辦法透過這個今天 我們原來既有通過的調次 雖然既有通過的調次 其實也是民進黨的部分委員所提出來的 那我們也都同意 但是這些調次整體的配套是有欠缺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如陳吉邁委員所說 如果未來在一個月內 那今天既然是協商 大家可以有一個共識 在一個月內 能夠把整套的住宅法能夠協商完畢 那又何必急於一時 我們也可以同意在一個月後 如果說還是沒有辦法 大家覺得還是卡住了大家不同的認知 那一個月後再來表決現在的這個方案 我覺得也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不然今天就不叫協商 這個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我其實覺得說我們在立法院 這個應該要建立一個這樣的一個點范 因為在520之前 新政府的整個新的政策 還沒有清楚的提出來之前 我們立法院拿著舊的版本 然後通過這樣的法案 然後現在要請新政府要依序也好 或者是部分也好 這個殘篇斷檢 沒有辦法實現整個新的政府 他的這個對住宅政策的這個法案 那這樣子 這樣子不要說學生 學生要 二來學生學住宅法要透過幾個階段來學習 對我們立法院來講 我們如果讓這樣的法案這樣通過 坦白講也是 我有失整個我們這個民主憲政 我們作為這個國會這個民主最高的殿堂 這個一個風範 好不好 我建議喔 我建議如果 真的說大家覺得很擔心 未來一個月沒有辦法完成 那一個月後再來處理 來請徐宥明 再請 這個徐宥明 再請徐宥明 再請王委員 這個幾首是比較快慢的 好 謝謝 那我想 其實大家討論 其實立法內容的差異 看來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程序速度 那如果是立法技術問題 其實我們是支持剛才姚委員所提的 其實我們可以形成一個共識 一個月內 一個月後再來談 那希望內政委會可以加快這個速度 好 如果這是只是 剛才姚委員講的 只是立法程序技術上的問題 我覺得這可以啊 就是說大家好像不是針對內容在爭執嘛 那我覺得是不是一個月的期限 然後再由院長來召集協商 那我覺得這也是有共識的部分 我想這個一個月應該 因為大方向其實外面都知道 討論也蠻多的 所以我想那應該不是真實的重點 好 來 許愛媛 我想立法哦 這是為您心力 為您照顧 那應該立法的基準不分520之前或520之後 立法是為全國人民來做一個法令的制定 所以在這個上個會期 4月才這個通過 4月6號通過的 其實這幾個法都沒有 都沒有爭議性啊 專家學者 我們從第六條 先從第三條好了 社會住宅從10%提高到30% 為的就是照顧弱勢集群 第六條 專家學者再加民間團體 由3%提高到2% 這也是大家沒有爭議的 最後一條是我們在這個本法通過以後 公佈後 一年後實施 一年實施 所以對這個部分 以及租金的部分 其實這是真正的 趕快來照顧到弱勢的鄉親啊 這個租屋的補助 以及我們願意 釋出房子出租的這個屋主 因為現在提出 你們說 這個1萬塊的租金 5年免徵所得稅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對屋主在 釋出他的房子的時候 他比較願意啊 這個就是為什麼那時候要提出這個 這一條修正法律嘛 所以在這裡 這個要協商 我覺得還蠻納悶的 所以我想我們內政委員會 都是希望 能通過就通過啊 這是為您心力照顧 尤其現在經濟民生這麼的不景氣 是不是趕快來讓他通過 讓他施行落實呢 這是委席的意見 來王委員 過來李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即將要通過的 而且沒有爭議的法條 其實剛剛徐委員講的非常清楚 社會住宅提供30% 給這一些弱勢跟青年朋友 這個是應該是朝野的共識吧 而且也是蔡總統 他很想推動的不是嗎 那這一件事情 已經從今年上半年4月份 出委員會到現在 難道不應該快速的通過嗎 還要等多久 我有點不太理解 現在民進黨的委員 不想讓這個法案 快速通過的理由是什麼 如果這也符合 目前蔡英文總統的一個 政策想法 那不是應該有共識的就先行嗎 大家都知道在立法院立法 你如果是整部法案的修法 那耗費多少時間 不是我們幾個黨團坐在這邊說 一個月就一個月 因為他有實質上 包括行政機關他同不同意 還有外面團體同不同意的問題 不是我們說好一個月就一個月 我想這一點請大家要很務實的看待 那所以提供30%比例這樣的社會住宅 我想是目前社會大家也覺得很需要的 也應該優先去推動的 民間團體也很希望的 民間推動這些社會住宅聯盟 這也是他們的主訴求啊 那為什麼要黨呢 為什麼不能讓他盡速通過呢 第二個愛心房東的推動 你今天讓他出租這個租金 就是免去扣這個綜合所得稅 那這個部分也是我們目前實務上 遇到的困境不是嗎 因為大家不願意把房子出租給老人 身心障礙者 他沒有那樣的誘因啊 那今天立法上 我們這兩個都是非常關鍵性的條文 已經可以先行 可以讓我們的社會住宅的推動 更順利的 為什麼不 而且這個是朝野立委沒有人反對的條文 那我真的有點不太懂 剛剛其實民進黨集會委員說 應該要等 應該要等整個全部法的修正 理由何在 就聽不出來啊 好的政策方案跟立法 事實上民眾引頂期盼 而且已經等很久了 這一個住宅法 這個關鍵條文的修正 已經等很久了 好不容易已經出了委員會 現在朝野都沒有爭議了 所以我們主張應該就是 讓這關鍵性的條文就先實施 就開始去做吧 謝謝 好來 李委員 再吳委員 謝謝幾位國民黨委員 對民進黨的肯定 有關這個社會住宅要30% 從頭到尾 國民黨沒有任何提案 包括過去的行政院也沒有任何提案 都是民進黨委員提的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推動 但是我們在事實上在討論的時候就發現 第一個就發現條次的問題 第三條跟第四條的問題 第二個 它整個的完整性 對社會住宅的定義的部分 在第一條第二條有在討論 所以一定要法律 我們立法院要做完整的法案 本來就是要好好的討論 而不是說 以前行政院沒有提 那現在通過了 趕快通過 趕快通過 那其實目的何在非常清楚 那我們只希望說 其實沒有時間的急迫性的話 我們應該更認真的 更全面性的來面對說 社會住宅 特別是社會住宅法裡面 有哪些條文要改 這一次行政院提出來是72條的版本 跟這裡面臨零先進的總共加起來才7條的版本 其實有很大的差距 真正立一個好的法案才是立法院應該做的事情 來 吳委員 再黃委員 對對對 吳委員 這位 這位 對於這一次討論的幾個修法的內容 真的沒有太大爭議 因為大家都有共識 那主要是因為 當時在4月份的這個討論 真的是只有5條的修正 條4是少了 其實民間團體有非常大的聲音 是整部法應該重新的調整 所以這一次包括我們行政院版 還有親民黨版 還有我本席也提出了大概有80幾條 重新的一個全面性的修正 這是來自民間的一個修正的意見 那在這樣的一個修正意見裡面 其實裡面有非常多的條文跟要更正的 或是說應該要加強的部分 比如說像主管機關的住宅委員會的功能 還有住宅資金的裁員 還有社會住宅的興辦 以及包租代管的法言 還有鼓勵這個租賃產業的發展 提高住宅的性能 還有保障住宅的安全 因為過去的愛新黃東的政策 其實已經失敗了 所以我們重新要調整的是租賃市場 以及包租代管的政策 所以其實已經有經過一些經驗 所以我們重新再做一些調整 那這次行政院還有我們好多的委員 都重新提出了很大的一個 政策的一個調整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在這個法律的穩定性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很關注那五條 雖然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同的意見 但是整個只有說五條其實還不足夠 是希望全面性的修立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稍微等一下 是不是加速這個內政委員會這邊 可以加速這個住宅法的修正 讓我們這個速度在這個會期 可以來通過來處理 我想這個半年時間 不是說半年 在兩三個月時間 應該是可以讓我們把這個整部法 做一個完整的論述 或是完整的處理之後 端出來給國人的是一個完整的住宅政策 好 謝謝 好 我想現在這幾條進院會的條文 事實上確實是沒有爭議 而且大家也都支持的 特別很多都是民進黨委員所提案的 那現在大家其實只是希望 有一個更完整的一個版本 那因為520新政府上來之後 這住宅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 所以這個行政院內政部隊 也提升完整的方案 那現在內政委員會也很積極在審議當中 稍微一直在排案 那我希望說也是希望基於整個立法是更周延的 因為現在如果過了之後 大概再過一兩月 也許又再通過一個更完整的法的時候 這個恐怕在外面上 人家覺得立法上好像似乎沒有那麼周延 所以我也希望說能夠在剛像姚委員講的 再給一個月的時間 那我們儘快內政委員會加快審議的速度 讓這個更完整的法案 不管在條次 不管在整個相關簽動的條文的關係上的簽動 更完整之後 然後再一併來通過 以上建議 院長 我想稍微等一下就過半年了 我們從4月6號通過在委員會 當時是不分朝野都通過 我覺得李清議委員剛講說民進黨提案 國民黨沒有提案等等 我覺得在這個協商會提降的一個說法 我提出嚴重的抗議 因為在整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這幾個條文是不分朝野 通通沒有意見 那其實今天有沒有過 最重要的是愛心房東這個條款 因為這個愛心房東這個條款 是相當多我們現在弱勢的 他要租屋 可能碰到困難等等 那所以我們特別納入這個條款進去 那如果這個條文沒有過 換句話講 現在沒有辦法做這件事 對很多要租屋 局勢租屋的其實是有問題的 那麼至於現在行政院提出來排一本 當然大家都支持七十幾個條文 都要來審查 但是陳超敏招委曾經也開過一次公兵會 包括我們在講這個老屋見證的部分 都引起外界一定程度的反彈 所以其實這七十幾個條文 當中有許多非常有爭議的條文存在著 到底這些條文要花多少時間 或者還要再開公兵會來做 我想我們很難說這個會期我們一定會過 當然我們希望會過 但是有很多有爭議的還是必須要處理 所以本人堅持 如果4月6號通過的法案 而當時是大家都沒有意見的 然後現在拿另外一個理由 把這個案子再拉下來 我要特別跟院長報告 我們上個會期在立法院內政委會 通過幾個條文 通過幾個法案 到今天都沒有處理 包括民進黨當時講的集會遊行法 包括移民法、國際法等等 結果難道我們一個會期是空談嗎 還是我們一個會期就這樣子耗盡我們所有的資源 我想人民不能等待 包括集遊法都一樣 所以我希望今天學商 如果文字你要跟這一次的把它放一樣 我想都可以修正 但是這個愛新黃東這個條款 一定要讓他過 其實社會住宅大概是朝野不可能會有人有意見 那現在就是說在住宅法 它七十幾條的條文裡面 其實大概有三條還是四條是有正義的 那內政部這一邊 其實如果是針對社會住宅 就應該是很單純的 用這個社會住宅的整個的一個大前提下的一個住宅法 可是它暗渡陳昌暗渡了幾條比較有正義的法案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 剛剛國民黨這邊比較憂慮的部分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這個住宅法 會在內政委員會會延宕下來 其實如果照這樣子的一個說法的話 其實只要民進黨黨團這一邊 他們也覺得這幾條爭議法案把它拉下來 就像那幾條這樣 那幾條把它拉下來 那我想住宅法在內政委員會就沒有什麼樣的爭議性了 那自然而然很多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 那這個會期就可以過 所以今天超級協商我想如果是大家是覺得 現在我看是沒有一個交集點嘛 那只要把有現有的現在在委員會的住宅法的幾條爭議法案 大家有共識那不處理 我想住宅法在省的話這個會期就可以過 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好來 各位 那仔細各位委員同仁 我剛才很仔細聽了大家講話 包括黃康盛委員首期的愛心房東 因為黃康盛委員在委員會也沒有預見 市民的論這個法案在這個會期通過 這個都是明年以後的報稅的問題 根本沒有及到這個程度 你今天通過也是明年以後的事情 好 那整個這個也沒有預見 那立委員會過益審查法案從來沒有這樣的處於方式嘛 因為委員會已經在這總共新的版本是七十條 當然是520以後我們提出來了 那七十條我們現在用這個七條 以後條式絕對會也不一樣 對 絕對會也不一樣 那整個一個大法案整個修正 這是大家所期待的 期待 採用過完整來做整個住宅法 包括如果港育府裕等等 其中所謂的30%這個也是民進黨提出的 也不是國民黨都去你們法案裡面也沒有嘛 所以今天大家怎麼這個 包括什麼這個陸勢的鄉親 到處陸勢的鄉親 每個人都有陸勢的鄉親 我們今天立委員大家要講真話 不要真功為夠 看這個 這個案子今天來將軍 我看是要來將軍民進黨的 那大可不必了啦 因為 這會期這後來一點的跌 不要說一個月啦 我相信這個大家都有共識 就是有真的 剛才牛津勢委員講的 爭議條件是兩條加法則是四條啦 那那個有關於申報的問題 叫這個要叫所有的軍商 把所有人去公佈他的遺物等等 那個部分是只有那兩個條文有意見而已嘛 那加上法則 所以本次我認為 今天大家要能夠應轉下 基本遊戲規則也有 黃偉委員 我知道他很關心素材法 他當初是他認贏的 但是 黃偉委員也是資深委員嘛 而且這段法案都是大家 併案審查的時候 然後出委員會 然後交付超強 一起併出疫嘛 怎麼可能七條先通過 再來七十條再通過 喬事絕對不一樣 像前年文對後語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我今天打個應該理性來談一下這個問題 大家都有共識 那那種委員會趕快開 立法案過去也有 條文一百多條也是兩三次又通過 要因為處理過 所以只要是大家有共識 我想這個法案並不是急 也是有什麼愛心條款的問題 那個所謂的後面的問題 也不是急的明天又來不及的 不可能有這種事情嘛 所以還是要回這道 我比較建議就是說 今天大家的女主義也有什麼意思 坦白講 這個是 就是要給民黨免以真而易 大家都很清楚 是不把這個事實講出來 這段 這段也不 用這個來搞 然後民黨困擴 包括你說什麼 其實有什麼 什麼時候 我們都可以面對 但是要講個真的 講個理就好了 好 來廖鳳京哥 雖然我不在內政委會 但是我想聽大家的說法 有幾個 其實可以討論 第一個 你看大家的道路交通管理條例 你們知道每多久會修一次嗎 三個月就修一次 三個月就會修一次 就有新的這個條文出來 我們照樣讓它通過 因為有利於民 只要是利民的 我們就應該讓它快速的通過 第一 你先聽我講 第二 這個法 在內政委員會 毫無爭議 共識通過 這是很好的背景 那就應該盡速的讓它 完成整個立法的程序 才是正辦 現在已經 七個多月了 而且 民進黨執政也半年多了 不能因為某個什麼 什麼調次的事 調次你們提出來 我們來修嘛 來調嘛 對不對 那內容你們哪裡覺得 應該要修 你們就講嘛 不能說 我們整個家庭都還沒有蓋好 所以不能住進去 不能用這個理由 來一再的拖延 那個有利於民的 那些相關的條文 所以我們這裡還是認為 應該盡速的讓 已經在內政委員會 完成審查 去卡在醫院會的這個法案 應該快速通過 好 這個 住宅法 是排在 這一次議程的第27案 27案 如果以我們審法案的時間 大概下午 下午 三四點就會省到 如果沒有杯葛 那很順利 那下午就會省到 那如果黨團之間 沒有共識 民進黨是希望說 未來不必再重新整理 就把它一致性 那委員會就快一點 那內容應該不致變動 這個都是目標嘛 但是國民黨黨團是認為 只要未來縱南要修正條文的順序 也沒有關係是先讓它過啦 往後新的法案送到院會 然後再依通過的案子 在新的法案裡面做調整 你們的意思是這樣子嘛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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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都不一樣啦 那不一樣的話 這個也很難裁決啦 齁 大家都講得有道理 那我們就 就 就 實際上沒有結論 依程序 我再建議一下好了 齁齁 楊心的呼籲 過去這種情況齁 都是王院長的時候都領定去處理嘛 大家說好 有時候朝委箱二十幾次法案也在協商嘛 那這個完全朝委都沒有協商 然後這個程序商也不需要如此之極嘛 你如果說愛心要去 要那個走的會前面 那個根本還沒有起到這種程度 這個會期通過的話都還來得及 這個 這個齁 你現在這樣結束 我知道你的事情 大家不要爭公委公 這些都是民進黨齊的案子 三十萬方法 提案文有的都還在這裡 大家不要曾中委過 好像我這招數 今天沒有過 我就不招呼到我做事 哪個不去處理 那些都從家裡 好來 這是大家可以好好看 來公帥 這種的齁 你如果說 一國民營標關齁 過去我們常常有問題 這一季的開始 只要一個月以後就要表決 你們就跳起來 說怎麼都沒有協商 這個以後大家有一個文化 大家可以談的嘛 你只要你準齒的話 很多一個月到了民進黨 就表情 你不是說民進黨以後都是暴力 說的東西 也沒有爭執 是不是 你現在要想一想 你這樣做的話 那一個月到了案子很多 有人你們不喜歡的 有人說我們都會包著暴力 那這個草野協陽黨的一定 這本來就是立法案裡面 長期以來我二十幾年沒有看過說 這段我沒說的 說這段一定要處理 就是要整個罪行為 不想丟泥巴 這根本是立法案需要的 大家很清楚嘛 那這個東西都沒有意見 整個版本是70條 還能夠完整嘛 好來 我提出最嚴正的抗議 在柯總召說我們在丟泥巴 我提出最嚴正的抗議 我想這個住宅法 當時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第十二條之一 那時候是行政院提出來的版本 那時候行政院沒有策案 所以四月六號 我們看到這個法案 這個精神非常的重要 如果當時就做 我想有很多的愛心黃屋 都可以輸出去 而且我們現在做也不遲 至少我們可以在今年內 我們就民進黨幾乎 黨分抵折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民進黨的抵案 不管是行政院的抵案 或者國民黨的抵案 我們都朝野沒有任何意見的通過 報告院長是這樣的 好 我們在內政委員 很少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等一下 你通行 那麼現在的 提出來的案子裡面 有太多的爭議 而且他們在裡面 暗藏許多的條款在裡面 我們也沒有把握 什麼時候可以通過 除非民進黨 又是用國會暴力 多數暴力把它表決過 以外 否則的話 那個案子幾乎 有太多太多的爭議 所以立民於民眾的 我覺得我們就必須要做 所以我希望院長能夠處理 好來 來 李總說 這個院長還有各位同仁 其實我剛剛講過 我再講一遍 其實從剛剛的 這個 教訓記啊 還有包括大家所談的內容 其實就是很簡單 現在住宅法本來就是一個好的法 可是你內政部為什麼要夾帶那幾條有爭議的法案進來 那你只要民進黨執政黨這一邊 你只要說這幾條爭議的其實跟住宅法其實 是完全不搭嘎的 你把這幾條有爭議的你們把它拿掉 那就沒有爭議了嘛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嘛 那為什麼不這麼樣子來處理的話 就沒有所謂的現在今天大家坐在這邊談的問題 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所以把其實好像只有三條還是四條而已 那把那幾條拿掉就OK了嘛 那幾條拿掉還是要為 現在就是他四十九五三啦 說要下就是四十九五三啦 那我看法 票公條的大家都說過 未來在議院會不會怎麼說都沒有問題 可以收也沒關係 這個要跟我們可以談的 我回應一下剛才黃東志委員所談的 民進黨後來在上會期的時候 把國民黨的法案全部退 但是你剛才說為什麼這個法案沒有來退回 是因為我們尊重已經在審查了就不要來退 不過不然的話 我們執政以後你過去國民黨期的話 你全部給你退啊 這是我們要負責啊 那種就是我們 是我在行政院講說這個不要給他退啦 這個已經在審已經開始了 那你等一下就叫黃東志委員再丟掉 所以都是大家都是有顧慮的 都很尊重的 所以我們都說真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嗎 住宅法要嫁 沒有人去犯罪 在家裡這個政党去犯罪 人都是做得越來配套越好 這你們整個配套不是只有這個 你要整個巴黎以後 這個如何 社會住宅還沒那麼快 這個還要很多條文要去整個 整個處理才有可能蓋住社會住宅 你要靠出來 現在一堆社會住宅在那裡走不出去 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幾間嘛 所以這個要完整的配套 包括你現在什麼 這個政党裡面所有的都考慮很清楚 爭議就是那兩條 那可以討論的 其實我相信大家沒有 不可能 從政法 沒有一個黨遺存到說要組黨 或要佔你組一台 這個都有高度共識 這個會其實一定能夠完成了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不要再爭光委告 我出來說民進黨沒吃過 我爭光今天這個不算 好來 邀總召然後蔣委員然後再徐委員 好來 大原則 我覺得柯總召剛剛講的我反對 什麼爭功委過誰在爭功誰在委過 我是把話講直白一點而已 我還不知道你們在講什麼 你擺到擺到你們自己來 你們是在爭功欸 叫我看起來 對啊 就不能講爭功委過 這個話沒有 這些條重要條件都是文章地圖 我們主要是福國立民的政策 就是我們都支持 法案都支持 這個法案就是這樣的啊 這麼簡單就是這麼一回事 好我們好好的來談 不要一直把決定推給某個人 好來 江偉 江偉 好 我就提很簡單一個問題 我想大家可以思考 民眾到底關心的是 希望能夠有利於民眾的法案 趕快競速通過 還是民眾關心條刺的問題 這答案很清楚嗎 民眾關心整個配套的問題啊 對 整個配套的確 剛剛柯總長也講到 至少有兩個爭議的法案 那用爭議 需要好好的討論 好好的審議嘛 那現在這幾個 包括愛心房東 包括提高30%社會住宅 給弱勢團體 都有共識沒有爭議的話 那就盡速讓他過 這是民眾所期待的 大家討論很多條刺的問題 配套的問題 民眾不關心條刺啊 這是立法技術 這是我們好好來討論 過之後配套 等等我們在內政委員會 一條一條 來審議嘛 我們要做的是要符合民眾的期待 我想光是這個問題答案就很清楚 我想這是一條 不是說三十萬二十萬的社會住宅 蓋好在那 你不能 等的出資等的辦法 這個事要如何讓 讓這平工長出二十萬三萬的社會住宅 所以沒有整套怎麼可以呢 好來 不然你要出租也還沒開始 我是覺得 我 可以講話嗎 可以講話嗎 我是覺得有利於民嘴巴講比較快 我想請問 婚姻平權有藍綠嗎 幾分鐘前把他拉下來 有利於民嗎 我的意思是說你要做事 那你要跟你講話一致啊 對不對 我想請問婚姻平權 是有藍綠嗎 那為什麼剛才要拉下來 連進一讀會都不行喔 連進一讀會 不是啊有利於民是你們講的啊 對不對 不要浪費時間是你們講的啊 趕快做是你們講的啊 啊剛才在做什麼事 我想請問你們講婚姻平權 有優先術系 有藍綠嗎 婚姻平權我們藍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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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要擠的 沒有什麼要擠的 不是啊 按你講什麼 有利於民啊 這裡 沒有有利於民 好 你們家有利於民 住宅法優先 別人都不是有利於民 好 等一下喔 不要轉移交點 等一下我們來 有利於民是你們講的 好來 我們都不能講話 只有你能講話 好來 好來 那條之一愛情條 愛情方針的腳管 你給大家看一下條文怎麼寫 通過後一年後實施啊 有沒有用這麼急到這種程度啊 大家看看版本是這樣寫的 是你們提案是通過一年後實施的 那一年後實施 一年後實施 通過今年年底通過以後一年後實施 這有提到這種程度嗎 我們還要再等半年 就是要拿這個來打民進黨說 然後民進黨反對說 整個 我們只要真正正處理下去 當然我們 我們有我們的作為 好來 來 姚委員 大家想要謀言而已 來啦 我補充一下啦 大家平行 情平契合 這個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尊重黃昭順委員的排案權 其實民進黨的委員 多半都有發言 應該新政府對住宅其實非常關切 跟舊政府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所以 在那個階段大家都希望你能夠併案 能夠等這個 內政部提案出來 那其實我們新的委員 像吳玉琴也提了案 那這個不是討論什麼功過 大家希望完整的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個會期討論第三條 第四條的時候 我唸給主席大家聽一下 我們現在在黃昭順委員 主持通過的是 是這個第三條 它的住宅的定義跟社會住宅 它標示了30% 這也是本黨委員所支持的 這沒有錯 但是在這個會期 在討論第四條的時候 我們把十幾種身份別 這是在上會期沒有的 尤其特別加入了 這個中低收入 還有地方政府的 這個因為工程的拆遷戶 這一些你們不關心嗎 這一些不急嗎 拆遷戶高雄現在最近正不少 這些不急嗎 這些只是調次嗎 這些不是民眾要的嗎 我不懂為什麼 為什麼光一個所謂的愛心房東 明明報稅的事情 那個一年之後 一年之後 得一年之後才要報稅 那愛心房東也有內政部 內政部跟財政部的 科稅的相關的配套 坦白講啦 就是我在開協調會 有關心嗎 我們還原這些事實 還原這些事實 大家來釐清 剛剛廖總召講說 道路安全條例 三個月就可以改 那當然啦 因為你馬上出去就開車啊 馬上就需要啊 碰到問題馬上就需要啊 這個就是 我剛剛提的就是弱勢團體啊 那你不要是不是 國民黨反對是不是 國民黨這些反對是不是 國民黨要繼續像過去大埔案這樣操作 要反對是不是 現在這個 我現在講的是 我們那新的委員會 趙天麟主持的第四條 是剛通過大家通過的條文 你們不來開會 不要再說 我講這個 黃昭順 我現在跟你講 這些有出入嘛 那現在有出入是要怎麼樣 我們要讓社會覺得說 我們那些還是掛在那裡 他們爭取了半天 還是沒有辦法 還是沒有辦法實現 我想 楊委員 你不要這樣子亂控帽子 因為你整部的 現在的這個住宅法 我剛才已經提過 裡面暗藏很多的刑機 那天在討論這個聲音的時候 我們也沒意見 我們也是在 那你是要通過這個 來阻擋那些法案 我們沒有再要 坦白講那些 雖然沒有共識 大家在挑戰 那你就擺明了今天協商 你剛剛是要用這個 來阻擋那個法案嗎 不要不要這樣子 大家 親民契合 來 黃國昌 黃國昌 黃國昌都沒有話過言 我先說 黃國昌 黃國昌委員 輪到你來 你記憶很久了 那個整個方向上面 為了讓整個法律修正一致 我剛剛有名說過 實在力量基本的立場 是贊成民進黨團所提出來的 就是到時候併案審 只是我剛剛看很多委員 在這邊已經開始 針對條文的內容 什麼要過什麼不要過 我覺得這樣討論下去 整個會開花掉 好 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我剛剛一直在想說 這個事情今天會拉來黨團協商 是因為 如果今天院會 就這樣子一起開下去的話 會審到第27案嗎 那這個案子是不是已經交付過協商了 這個案子已經交付過協商了 協商兩次啊 所以如果說到 今天審到第27案的話 是沒有辦法透過任何的程序動議 讓他延還審 就是要處理就對了 就是要處理就對了 以前都定定期處理 在協商啊 那如果大家 後年的都是這樣嘛 不好意思 我把問題問完 那如果大家不同意的話 就是針對要把他往後延的 這件事情經營性表決嗎 他就動議案就要表決了 OK啦 那我講一下好不好 不太希望表決 能夠大家 這個是不是政治高度 來來 我講一下好 這個都是為百姓的喔 不需要在那邊表決這樣子啦 院長 我們想一下 我們住宅法回到原點 住宅法的修訂 最主要的對象是什麼 是弱勢族群 跟這個要報稅不報稅 基本上是沒有關係的 對不起 陳希在發言 所以 今天盡早通過 先生的案子 那是對弱勢族群最大的照顧 最大的善意的釋出 所以 剛才姚委員講的 這根 這根報稅這個是沒有關係的 這只是會讓 擁有房子空屋的屋主 會把它釋出來 這是鼓勵把空屋釋出來的 這個意思 未來再提高到百分之三十的社會宅 這些都成為他的basic 所以 我們黨團 為什麼會堅持 其實這是有利於民 為民心力的 您知道嗎 一個月能審四千塊 對於弱勢族群是多大多大的注意啊 所以 這些法案跟 我們未來要審的那七十幾條 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另外我也非常贊成我們 這個李鴻鈞委員講的 其實 我們未來真的能如 如我們大家所願 一個月內可以把 整部的住宅法審完嗎 有這麼多爭議的法案 難道 又要讓陳抗團體到立法院來抗議嗎 又要讓陳抗團體到哪一個委員的法院 辦公室去抗議嗎 這個都是有爭議的法案 為什麼不讓 大家共同有共識的法案 另外是 真正照顧到弱勢族群的法案趕快過呢 你能早過一個月 他們就能輕鬆一個月 就能可以喘息一個月 本席在這裡還是堅持 謝謝 我要講一下 所謂招募族群不是只有那個條文 請把整個條文 其實只要全部看完再也論好不好 這個東西齁 除非說大好官實現今天是最後一天 所以立法院不處理才不行 沒有這樣極的這種程度嘛 你真的要表決的話也可以 但是大家知道 立法院以後都是這樣齁 都是不談齁 這是對主要有利 這個也不需要如此嘛 過去再處理這些 這些是屬於絕對可以談的 絕對不可以談也是再繼續學商 你假如今天要表決我們只有面對而已 但是這樣好嗎 要各位搞的很多啊 你們兩個傅務局 這個 民進黨 這個是絕對是民生法案 要講個整個配套 照顧多數族群進來這裡沒有結束 不要把那個瓜大嘴巴把眼淚來附中 除非今天是大好官實現最後一期見 不處理也不行 那才有我們這個頂級處理嘛 這整個配套了嘛 瓜大師要再請 這個 我跟各位委員通人報告 現行新的行政院版 跟這個我們現在委員會審查通過 還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既然說大家口口聲聲說 要照顧這些 我們需要照顧的這些人 那應該要把這個整個條文 做一個完整的一個修正 譬如說 在原來的30%的定義裡頭 其實在新的行政院版的第四條裡面 他把社會住宅的比例 跟他整個要照顧的對象擴大嘛 譬如說原來只有低收入戶 現在擴大到中低收入戶 那有一些譬如說他未設計的這個部分 其實在第四條 整個行政院版新的修正裡頭都有啊 所以你這個 現在我們委員會 當時在審議是因為有委員 我們尊重他的排案權 那當時整個行政 我們就要求說 行政院那你趕快把住宅法 有關社會住宅法 全部都配套修正嘛 所以行政院就很快的時間 就把這些配套的相關的修正出來 包括說整個試用的範圍 包括說整個 包括這個比例 或者是對於這些街友等等這個部分 都全部都把它放到新的修正裡頭啊 那另外對大家來講愛心房東 現行我們的版本 它的期限只有五年啊 明年開始 一年後 試用期間五年 新的行政院版裡頭 包括說 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再延長五年嘛 所以 你對到新舊版本 我們現在在審議的 跟行政院版新的 這個我們在委員會在審議的條文 當然這個是範圍比較大嘛 那我們為什麼 在立法技術上來看 為什麼要讓這些 未來的法律系的學生產生困惑呢 那假如大家同意 我也同意啊 假如我們一個月內 我們大家就講好嘛 一個月內 我們住宅法整個配套法案 全部都修正嘛 那朝委想讓大家簽字啊 看誰不敢簽啊 不敢簽的就是在被一個整套 社會住宅的推動啊 那大家今天就簽啊 為什麼國民黨敢簽嗎 不敢簽嗎 一個月大家把配套 這個住宅法整個配套 在我們委員會三讀通過 大家敢不敢簽 嘴巴講一套做一套啦 要嘛我們今天就簽 你一趟簽 一個月完成整體的住宅法配套 全部的修法 怎麼敢簽 不敢簽呢 好啦 好好笑喔 我這裡喔 我這裡喔 我可以講話了嗎 不好意思 我可以講話了嗎 好好笑 給高陸委員啦 好來給高陸委員講一下 高陸委員講一下 我們今天就是來協商 不好意思喔 我想講一下 因為國民黨一直提弱勢族群 弱勢族群我這邊都聽不下去喔 這裡面 住宅法裡面 所包含社會住宅 可以提供其申請的人喔 其實還包含原住民喔 那你一直把原住民當作弱勢族群 弱勢族群 其實社會住宅它有很多的意義跟價值 在這裡要討論的立法技術的問題是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細緻的法案 跟一個完整的討論 就像勞基法一樣 我們認為喔 完整的討論兵案其實是有這個正當性的 不要一直把弱勢族群翻出來 其實很多人都希望就是說 整個法案裡面定下來 是一個完整的我們能夠一提適用 院長我覺得非常好笑 剛才李鴻軍委員已經講過 那個整個的法案裡面 暗藏許多的刑機 有很多有爭議的全部都翻在裡面 剛才李鴻軍委員已經講 如果你們可以有爭議的全部拿掉 我們OK 立馬簽 時代從來沒有去參加過我們 時代從來沒有去參加過我們住宅法的討論 你們從來沒有來討論過 不管是商人 不管是政治 所以我想喔 我覺得用這種方式在這裡做協商 然後請說要不然就來要怎麼樣 我覺得超好笑的 來來來來 我不知道這個有台國公聽會 公聽會會議記錄不知道在座哪一位 有從頭到尾看過 我看過只有那四九五三那兩個有不同意見而已 其他都這個根本 這主持還沒有問題 那兩個人才會講的不是不會講的 政府把他的應驗責任轉教到民間 這個也會講的 頂多是政府因為要演條文而已 但是我們內幕還沒討論 我還沒跟內幕討論 我知道這兩個條文有問題而已 其他 大家看公聽會 所有學專家 所有科學代表都在那裡講 哪一個提款的意見 沒有嘛 所以這次還怎麼會有問題呢 你只要說今天是為了這兩個條文 那你就講清楚嘛 這兩個條文還沒審到嘛 審到委會的時候大家再來談 我們這樣子啦 你都會講的嘛 對嗎 心急 不是 對啦 你說 你先出來 你剛才也幫你附好一下 所以 所以這引蛇出動了 好 能不能這樣子啦 因為我們大概 你今天大家考慮一點而已啦 大概講的都在重複 是否要表格都要協商 他以後會變得怎麼樣 大家的生活清楚 我沒有希望這樣嘛 就是說 能不能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 黨團給委員會 一點點時間 那委員會就把行政院送過來的 住宅法 好好的來做一個整理 有 兩條 大家覺得不適宜 那就檢討拿掉 讓有共識 的住宅法 在最短的時間 送到院會 一併來 進行處理 那如果期限超過 我們可以給委員會 假設三個禮拜來處理 21天 那三個禮拜 如果沒有處理 處理 有共識 那大家沒有意見 就是通過這個法 那個院長 院長我講一下 這程序的問題 我認為 這個住宅法 在本會 也完成三個 通過 大家有共識 那你委員會 現在才審到第三條 第四條 總共七十條 那接下來條文 一般來講 我看 所有人都沒有意見 這輸入會很快 所以 即便那兩條沒有共識 可以交入朝委學長以後 要拿主義學長以後 那還可以再論再談 現在他們是怕說 那就是大家 大家認證一下 這月期完成三讀通過 大家有這個公司就好 沒有人會擋 譬如說今天一定要運闖 來 怎麼樣 運闖 你今天運闖的話 以後 以後很多事情都談不來 你這個歷史以後 對在於黨是不利的 對小黨 對小黨是不利的 對小黨 李鴻君委員所講的 今天黨本會是 完成三讀就好了 你說愛心條文報稅也是還早 還要一年後實施 沒有關係 照顧弱勢 大家都賞款 不要拿這個大帽子 好像是誰照顧弱勢 好不好 不只兩個條文在裡面 包括所有老屋見證 全部都在我們 對啦 所以 那那個沒有共識嘛 我們這個案子齁 是已經在院會的案子 這樣啊 明天就要寫了 那個案子還在那邊 對阿 好啦 副院長來 我意思說 以前這樣簽啦 簽本會期 有權通過 那以前 完成三讀就好了 那以前我們鳳梨女生 都這樣簽嗎 那都穿金的 他的事情都還沒來 還沒去到 房子還沒去好的 怎麼樣 那是怎樣 房子可以去出來 那重點嘛 就是 喔來 沒有院長 我 我對這個剛才高路的這個發言 我 對不對 我要提出嚴正的聲明 本期所謂的弱勢族群 弱勢族群 包含了很多的身分別 並不是您所說的 如果您是這樣子特定 那是您的想法 好嗎 謝謝高路 謝謝 好啦 我們這樣子啦 我們在這裡 爭辯內容都沒有意義啦 我們的目的 就是說 民進黨黨團提出 因為住宅法行政院 已經送過來 恐怕會跟我們現在 院會要處理的會有一些小干戈 那為了修法的周圓性 能不能暫緩一段時間 看似一個月 讓他們好好審完 那學商沒有共識 就沒有共識 有共識 結束之後送到院會 那如果大家覺得 住宅法根本就送不到院會 那一個月大家都沒有意見 就是讓現在的案子給他過 都簽名嘛 就是不能再擋這個案子 就是一個月時間 如果 住宅法委員會沒有辦法送到院會 大家沒有意見 就是讓現在通過的案子 啊 就給他通過 就是差一個月 這樣有 就沒有理由 把這個案子現在從院會拉下來 根本就沒有理由 不是 院長 院長 我把我們內政委員會 你看 我們上個會期 那是 我們上個會期 那等於我們上個會期的內政委員會 除了你們清算鬥爭的案子以外 全部都是空轉 我非常地不滿你們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上個會期 通過多少法案 那這份資料呢 結果到今天為止 包括連你們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一直講說要處理的集合法 你們都不處理 那等於是我們 我唸幾個案子給你們 我們上個會期在立法院 包括住宅法 這是我主持的 土地法 營造法 然後公職人員選罷法 然後再來 局有法 兩岸關係條例 有幾個條文 然後再來就是 局委員有幾法 當然 我剛剛已經重複了 國籍法 然後再來就是 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反俗情歧視法 反俗情歧視法 也通通都沒有意見的 到今天也是沒有處理的 然後難民法 也是通通沒有意見 結果你們不知道 他排到哪裡 我在這裡提出最嚴正的抗議 因為內政委員會 換計畫講 上個會期 等於全部是空轉 除了你們要清算鬥爭的法案以外 有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嗎 這個黃委員 我想 黃委員 我們都有意識規則 對 沒有關係 你們就表決 沒有關係 不是啦 黃委員 各總統說要表決 那就表決嘛 你們每一個案子 你們清算鬥爭的 還不是都表決通過 然後 我在這裡提出最嚴正的抗議 來 來 副院長 我常識講一個 對不對 我提出最嚴正的抗議 你連族行 那個什麼 我跟你講 連難民法 在我們委員會 討論的過程上 也都沒有意見 我意思是說 你還要說 待會兒時代理念也要說 你把他當作一個案子 亂七八糟來一場 亂七八糟來一場 亂來 我提出最嚴正的 那個 那個 數據法 要求就按律師 隨便走來 不能拉下來 說一下 說一下 大家會怕的方法 那個 我 我嘗試記憶一下好不好 你不要表決 你就要表決 你要 要叫我們表決 我們就沒有表決 好 要叫他好好說 所有動作的法案 沒有問題的 你們也都法案 還都知道嗎 你們 法案有問題 就來協商 過濟法案 長期來就是這樣 大家我們怎麼說沒關係 好 這樣這個案子 我正義看來 我都看來這麼久 好來 明天列政委員會 陳其邁馬 馬上 先跟一誠 陳其邁法 他有爭業條文 留在協商 那本會期待 完成立法 這樣才是整套 這個才是立法經濟的問題 你現在通過 表決你們不會贏 那逼個 一個月到什麼 每次都表決 對在義黨也不好 坦白講 對整個 歷史文化也不好 這可以談的嘛 建民是高度政治性的法案啊 這個 要照顧路識 這都不用說了吧 這整個 好啦 好 如果沒有共識 我們就議程序辦理 好 好 好 沒有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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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共識啊 沒有啦 掌聲處理啊 那個 內政委員會的委員 他們剛剛的表達 為什麼他們那麼生氣 因為 明明是 沒有爭議的案子 硬被卡在這裡 而且明明是對民眾好的案子 他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跟理解 對 那就按照程序好了 我們 那個民進黨提案的高上幾號 那個我們 我們 我們針對 這個 什麼人要說 來 廖位 來 我們的 這邊的公司 就是照程序出的 好 好啦 我們就依 以 以程序來 進行 第一個 民進黨 黨團提案的 能不能併案審查 我們就以程序來進行 來 來一位 真的是牽涉到我們的立法品質 因為我們立法委員在外面生育已經夠糟了 然後呢 這樣的一個 第一個就是口口聲聲照顧弱勢 然後中立收入戶也沒有放進來 然後呢 這裡面就是所謂的百分之三十 根據是什麼 也沒有規定 那這些東西都是在新的法案裡面要去講的 然後定了一個不清不楚的東西 然後號稱就假借著照顧弱勢之民 然後立這麼沒有品質的法案 然後這樣通過 我覺得真的是我們立法院支持 還沒有通過啦 這個是還要送院會處理 所以這個 第一要我們就依程序來進行 因為沒有共識嘛 來 我們先針對第二案 勞動基準法 這一段時間修正審查的相關事宜 那麼這個要不要請 因為現在有 國民黨黨團提出滿多案子 還有時代力量黨團也有提出一個案子 要不要先請國民黨黨團來說明一下 來要不要說明一下 來要不要說明一下 就是要下午臨時提案裡面才有辦法通過的案子 有一個案子是臨時提案啦 就是實案啦 來針對勞基法的一個修正 昨天包括廖總召 他們一致學商說 將所有大家有什麼意見的 好提到今天來做一個協商嘛 那剛才 好來 提案1 來請宣讀一下 提案1來 提案1的話就是 針對那個案有針對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2016年10月27日第六次全體委員會議上排定針對第四次會議2016年10月5日 議事錄確認議程 基於底下三點理由 建請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做成如下決議 第六次全體委員會議 2016年10月27日議事錄確認無效 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 2016年10月5日會議無效 該無效會議所作之會議議事錄致死無效 說明1 按動議之提出依照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五九條 否則立法院組織法第33條規定之黨團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得以黨團民意提案 不受本規則有關聯署或服役人數之限制 及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21條 各委員會會議出本法規定外 得準用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執政行事法 立法院委員行為法 及立法院議事規則有關條文之規定之規定 委員會討論時 各黨團若遇提出臨時提案或對議案提出修正動議 依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21條 準用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五九條之規定 以黨團民意提案 不受有關聯署或服役人數限制 此項規定於院會及委員會均有適用 無欲請招委在未經任何討論下 在第六次全體委員會議時 並未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所提出之程序提案 無欲請招委對於議事規則做出如此之意違法之決定 以徹底踐踏最基本的程序正義 並六次議事錄確認因數無效 二、有關黨團之例子 關注立法院會議公報裡 均可找出諸多潛力 在本屆第一會其內政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委員會議 於2016年7月6日 會議紀錄刊載於立法院公報第105卷第6一期 針對第28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次確認 由三個黨團委員其中兩位非本會 共同提出更正議事錄提案 及由當次招委接受提案 處理並拒止修正 三、在針對於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六次全體委員會議上 針對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進行確認時 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 於2016年10月5日拍定審查 行政院行情審議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王毅民等17人領據勞動基準法第38條條文修正草案 民進黨黨團領據勞動基準法第39條條文修正草案 時代力量黨團領據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清明黨黨團領據勞動基準法第36條 第74條及第79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鐘孔照等17人領據勞動基準法第38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林淑芬等18人領據勞動基準法第38條及第79條條文修正草案等7案 時審查過程中根本未開始尋答 其一部分委員提案主席即宣告停止尋答 由有勝者針對陳曼利委員附入二次提案 主席根本從未宣讀其實質內容 僅複數提案1之內容 從而該提案之針對審查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7案 提案停止討論 個案之條文均保留均審查完修並需交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個案時由陳召集委員補充說明 並請分別擬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根本未曾在委員會通過 又主席於會議中三度詢問有沒有反對有沒有意見 請問有意義會議現場先有委員提出有意義反對 主席卻進行宣稱無意通過 違反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第三項 針對前述停止報告及尋答及停止討論二案程序 動議之主席宣告出席委員提出異議時 主席因及付表決之規定 程序不僅明顯違法更具有重大明顯的瑕疵因俗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洪慈庸 好 那麼我們是要一案一案來 還是要整體練過一遍整體來討論 因為我看這個內容大概都大同小異啦 全部一起來啦齁 那第二案來請宣讀來 第二案案有違反程序證明 知音105年10月5日 衛防委員會民進黨陳寅招委主持勞基法 一例休等七案審查會議 會議審理過程 本黨在場委員對主席明確提出要求程序發言 該因程序發言乃針對會議進行的程序問題提出質疑 具有優先權 不經討論亦不需要爭得主席同意 並得間斷他人發言 如程序問題未被處理 及該次會議未依正常會議程序來進行 身為主席的陳寅 竟無視委員當場所提程序發言立即處理 知識體大以嚴重剝奪委員提程序發言的權益 並嚴重破壞意識規則 違反立法院議事規則第32條制規定 出席委員提出權議問題諮詢問題會議詢問或其他程序中議時 主席因為決定之宣告 陳寅主席既違反正常會議程序 則所討論的任何實質內容 自處無效之會議 原始未杜絕10月5日 陳寅主席所開設惡例 陳寅主席除先致歉及保證不再發生外 執政的民進黨並應向社會大眾承諾 保證今後不再剝奪委員所提程序發言的權益 提案人陳寅民連署人 蔣萬安王玉民 來繼續 把他令完實案 第三案案由違反程序爭議 自因105年10月27日未還委員會民進黨召委 吳宇晴針對10月5日勞計法一例修等 期案審查會議之議事錄處理過程 本黨在場委員對吳主席明確提出要求程序發言 該因程序發言乃針對會議進行程序問題提出之意 具有優先權不禁討論亦不需要征得主席同意 並得間斷他能發言 如程序問題未被處理及表該次會議未依正常會議程序來進行 身為主席的吳宇晴近吳室委員當場所提程序發言立即處理 知識體大以嚴重剝奪委員提程序發言的權益 並嚴重破壞意識規則違反立法院意識規則第32條式規定 出席委員提出權益問題秩序問題會議詢問或其他程序動議時 主席因為決定去宣告 吳宇晴主席既違反正常會議程序則所討論任何實質內容 自主無效出會議 原始未杜絕105年10月27日主席吳宇晴所開設二例 主席吳宇晴簽致歉及保證不再發生外執政的民進黨 並一向社會當中承諾今後保證不再剝奪委員所提程序發言權 第二任陳寅銘 蔣萬安 王韵銘等 案由撤回審查報告 致應105年10月5日未還委員會民進黨陳寅召委主持勞計畫一例修正 7案審查會議過程現場一片混亂公報出稿用語 當時審查會議制議事錄並未經下次未還委員會確認 且無印發各委員 最後經違反將審查報告送出 此舉以違反立法院各委員法組織法第12條之規定 各委員會會議結果應製成議事錄 經主席簽名後印發各委員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54條之規定 每次院會制議事錄於下次院會時由秘書長宣讀 每屆最後一次院會制議事錄於三會前宣讀 前項議事錄出席委員如認為有錯誤遺漏 因已書面提出由主席進行處理 即違反立法院議事規則第55條之規定 議事錄應應送全體委員經宣讀後 除任為秘密事項外並開登載本願公報 其程序致文明確 當議事錄於下次會議經委員認證無誤後 審查報告再根據此無誤是議事錄撰寫出來 然後擬據審查報告提報議員會 未還委員會於10月5日送至議事處的審查報告 竟登載不實 審查結果內容記載以軍軍在場委員無意通過 嚴重背離事實真相 在場國民黨35位委員 整可讓此次攸關全國勞工工時工資與休假的規範 基準對全國人民的勞動生活乃至於經濟發展 都有著極為深遠影響的勞基法一力修修正案 以無意義的方式通過 在眾目睽睽之下有錄音錄影為證之下 這種顛倒是非的文字記錄 竟然出現在公文書審查報告的記載上 成分此業務的所有相關公務員 已觸犯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名之為不實質事項 而登載於職務上所長之公文書 足以身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同時陳寅主席更以觸犯刑法第214條 名之為不實質事項 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長之公文書 足以身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於獲500元以下的華金 原此要求將105年10月5日 未還委員會民進黨陳寅召為主持 勞基法一力修等七案偽造之審查報告 以觸犯刑法第213、214條撤回 以維護民主審議的立法體制 提案人陳寅銘、蔣萬安、黃玉銘、顏秀等 案由議事錄表決未清點人數 自因105年10月28日 未還委員會民進黨召為吳宇勤針對 10月5日勞基法一力修等七案審查會議 至議事錄處理過程中 經出現重大瑕疵說明如下 當主席吳宇勤針對陳寅等委員 提案針對10月5日議事錄無效之處理時 禁裁事這部分是不予處理 且禁制宣告對第四次會議議事錄確定 有沒有意義 本黨委員提出有意義 主席吳宇勤才是現在進行表決 但並未請議事人員做清點人數的動作 因現場一團混亂 如未進行準確的清點人數動作 確認在場已達足夠法定人數時 一、立法院議事規則第41條規定 經清點不足法定人數時 不得進行表決 主席吳宇勤並未要求議事人員 做出清點人數的宣告 為表決程序上之重大瑕疵 原始針對主席吳宇勤第四次一力一休會議議事錄確定 有沒有意義這表決 為無效表決 並更正議事錄記載 提案人 陳一鳴連署人 李恩秀講話案王玉琳 案由議事錄確認這方式以違法 直因105年10月28日 未還委員會民進黨召委無疫情 針對10月5日勞計法一力一休等七案審查會議事錄表決處理過程 以違法 該確認制數無效說明如下 當主席吳宇勤針對陳一鳴等委員提案 針對10月5日議事錄無效之處理 竟才是這部分不以處理且禁止宣告 對第四次會議議事錄確定有沒有意義 本黨委員提出有意義 主席吳宇勤才是現在進行表決 但並未宣告並請意識人員清點人數 已有重大瑕疵在先 當主席吳宇勤宣稱 採林靜宜所提 禁明表決方式進行 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35條規定 點名表決經出席委員提議25人以上連署後呼應 不經討論經由主席進負表決清楚規定 禁明表決必須送出書面提案 主席吳宇勤並未請意識人員 宣讀林靜宜的提案內容 且當場並無書面提出 代表此次的表決無效 然後主席再依序一一詢問委員的意見 贊成或訪對 然主席吳宇勤竟然宣告 贊成的請舉手 或將林靜宜的記名表決提案 擅自改成舉手表決 並且指詢問及宣告林靜宜同意 吳坤宇同意 劉建國同意 陳寅贊成 黃秀芳贊成 鍾孔造贊成 陳曼莉贊成 拱七位委員意見 民進黨上有林淑芬、楊耀及時代力量 洪慈雍皆未被唱明 且對本黨四位委員也同樣為一一唱明 並詢問其是否贊成或反對 最後主席吳宇勤又禁止宣告 上述未被唱明的委員是 無意見 一、立法院議事規則第四十條規定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記錄之 請問表決之結果為何 如上述未被詢問的委員皆表態反對 此次表決之結果應為七比七 當雙方票數相同時 主席吳宇勤必須表態宣告自己是否贊成或反對 然後再依主席的表態 宣布此次表決之結果是通過還是不通過 並應當場報告並記錄諸 主席吳宇勤在表決前為清點人數在先 又未一規定敬明表決提案虛題書面 否則不予處理 然後又將林靜寅所提敬明表決 擅自改成居所表決 最後表決的結果到底是 多少比多少 是贊成少數還是反對者少數 此案是通過還是不通過 在眾目睽睽之下 有錄音錄影為證 主席吳宇勤竟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面對社會大眾如此高度關注的法案 民進黨主席蠻橫用如此打混戰的方式來過關 本黨自無法接受 原始10月27日主席吳宇勤針對 10月5日之勞基法一例修等七案 議事錄之確認為無效之確認 因依合覆正常法定程序 重新再確認 提案人陳怡民 嚴署人 李彥秀 蔣萬安 王玉民 案由 議事錄既有錯誤又有遺漏 自因105年10月28日 衛環委員會民進黨召委 吳宇勤針對10月5日 勞基法一例修等七案審查 會議事錄處理過程 有嚴重錯誤及遺漏 應重新再確認 國民黨委員已以會議開始前提出程序發言 主席吳宇勤應針對委員所提 程序發言優先處理 主席吳宇勤為處理以違反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式規定 當主席吳宇勤針對陳怡民等委員提案 針對10月5日議事錄無效之處理時 竟才是不予處理 且當時並未向在場委員說明不予處理的理由 主席吳宇勤盡瞞恨致此 事後於自責會上竟解釋 國民黨的提案 並非針對議事錄內容 而是程序性表述 議事錄確認是依照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五的事料 出席委員如認為有錯誤或遺漏史 來自陳怡民等四名國民黨委員的提案 但規則是要針對議事錄裡的錯誤或遺漏 國民黨的提案卻只是做程序性表述 他因此裁定不予處理 此說法根本是與法無際 且與事實不符 事問一 主席吳宇勤所說程序性表述定義是什麼 定義的依據是什麼 騙查相關議事規則從未出現 程序性表述與議事錄確認有錯誤或遺漏 有何因果關係 請問公報逐字稿審查報告 議事錄哪一項記錄不是程序性表述 哪一項不都是要真實無誤的呈現 當時會議發生的錯誤的過程 沒有真實無誤裡呈現會議的過程 就無法正確地指出錯誤或遺漏之處在哪裡 二 本黨伊地法案議事規則第五四條 針對議事錄裡的錯誤或遺漏 所提六大違法處參見提案內容 不僅具細迷移地表述 10月5日的議事錄的內容 既有錯誤 一、議事錄第三頁記載 針對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宣誓查案整齊案 各案之條文均保留均審查完俊 決議無意義照案通過 是完全記載錯誤 事實上本黨委員乃在現場大聲提出有意義 但陳寅主席蠻橫不按應走的程序處理 如在場委員有意義須表決處理 二、議事錄第三頁記載 故意不通過 採口頭表決方式 也是完全記載錯誤 主席陳寅處理該案時間計16分鐘 從頭到尾口中皆未喊出表決二字 主席既無宣告表決何來表決結果 因無表決結果 故無表決結果的數字為多少比多少 是贊成多數還是反對者多數 一、立法院議事規則第四十條 表決之結果因當場報告並記載之 明顯可見10月5日是議事錄真載不實 三、陳曼立委員所提提案二 停止討論個案制條文均保留均審查完訓 並須交黨團協商 並且分別請據審查報告提告院會之內容 主席陳寅委員從未宣讀此條 乃是將陳委員的提案一宣讀兩次 主席陳寅既無宣讀何來通過的問題 議事錄第三頁記載顯然有誤 更有遺漏 當主席陳寅於16分鐘內共計詢問 有無意義三次 因為四次 第一次主席陳寅問完有沒有反對有沒有意見 連半秒鐘的見隔都沒有 自己就說好沒有意見 本黨在場三十位委員接大聲喊有意義 議事錄第三頁記載將此刻意遺漏 原始基於上述事實 10月5日是議事錄既有錯誤更有遺漏 該議事錄當然無效 並應依事實經過重新更正議事錄 提案人陳寅民李彥秀 講完王玉民 案由 公報出稿因更正錯誤 知音公報處針對 105年10月5日 衛環委員會民進黨陳寅召為主持 勞基法一例修整七案審查會議之阻止稿 嚴重與事實發生經過不普 以為不實質記載 當主席陳寅16分鐘內共計詢問有意三次 本黨在場三十位委員接大聲喊有意 而公報出稿第88、89頁皆記載為台下沒有 此非真耳瞎話 前總統府執政好民意先生媒體投出 緊就當天設委委員會的錄影看了一遍後 即針對陳寅現已宣讀完畢 請問有意 091421處 然後在現場沒有的聲音雖然很大 但仍然也有有的聲音禮 經本黨對此向公報出提出抗議 要求增列有有意義文字修港 所提的回覆卻是錄音無法辨識 有有意義之聲音故不予增列 好民意先生只看一遍就可聽到現場喊有 公報出專門聽寫的數記員 就在現場會沒聽到國民黨委員喊有 且自稱已聽是多遍卻硬聲聲充耳不聞 是想國民黨委員從會議未開始前即一直抗議 到最後主席詢問有無意義時竟會如公報所寫 國民黨委員頓時各個呈啞巴鴨雀無聲一片寂寞 只聽得到民進黨喊沒有 國民黨卻喊不出有 這邏輯通嗎?何乎常情常理嗎? 原此要求公報出稿因更正錯誤並依據事實陣列 台下有有意義 該文字以免作為偽造之歷史文獻欺騙後代子孫 提案人陳怡民李彥秀蔣萬安王玉民 案由草野協商通知應作廢 自因105年10月5日 衛環委員會民進黨陳寅召為主持勞基法一例休等七案審理過程 為依正常程序處理 該會議乃無效 令105年10月28日 衛環委員會民進黨召為吳宜琴 針對10月5日 勞基法一例休等七案審查會議之議事錄 處理過程有嚴重錯誤及遺漏 應重新再確認 因議事錄已無效 所送出之審查報告及公報出稿 亦皆為偽造不實的公文書 故依據不實的審查報告 所發出的草野協商通知 致應作廢 針對此事 民進黨總召柯建民竟刻意扭曲說 是否確認議事錄 並不影響勞基法修正草案送入院會交付協商的時程 來誤導民眾 柯總召這種言論 不僅尤為議事規則 更明確可看出 想用政治操作來操控議事規則 如照柯總召的說法邏輯 議事錄與審查報告協商通知的依據 是橋歸橋、路歸路的關係 各不相干 試問當議事錄與審查報告出現不一致 甚至互相矛盾時如何解決 是依據議事錄還是審查報告 柯總召何必睜眼說瞎話 當然以確認無誤的議事錄為依據為定本 為歷史文獻 當初內政委員會國民黨審訊送出的 福茂審查報告 因八個委員會聯席之故 民進黨認為此會議違法審查不按程序進行 為無效會議 並刻意通過議事錄的更正錯誤 應把此審查報告撤回 如照柯總召所說議事錄與審查報告 是各不相干 憑什麼要把審查報告從議事錄撤回 閒熟議事規則的柯總召又說 過去立法院有太多例子 在沒有確認委員會議事錄的情況下 法案仍完成三讀 例如在會期最後一次的委員會或是聯席會議 又如食品衛生管理法等多項法案 在送出委員會後第二天就在院會三讀 柯總召這種別有居心的講法 是在混淆視聽 匡騙不懂議事規則的社會大眾 如上所述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五十四條制規定 每次院會議事錄於下次院會時由秘書長宣讀 每屆最後一次院會議事錄於散會前宣讀 前向議事錄出席委員如認為有錯誤一漏時 因理書面提出由主席進行處理 明確告知在會期最後一次的委員會議事錄於散會前宣讀 此外實務上則包括有聯席會議 這都是時間上或實務運作上 遇特殊情形的處理 屬於非常態性的性質 且委員會招委在遇此狀況時 皆會詢問在場委員因情形特殊 可否授權本人不待下次議事錄製確認 沒下一次或很難再有聯席機會 如吳茂為八個委員會聯席 就將審查報告送出 以便盡早進入協商階段 否則不知要等到何時 這是特殊情形非常態的權益作法 眾所周知 此次會期中未還委員會一例一休的審查 既非會期末最後一次又無聯席的情形 下 招委又未有徵詢在場委員是否同意 我們一定反對 憑什麼在議事錄未確定前 就急於將審查報告協商通知的依據送出 急於想與11月8日的院會處理 柯總召最後又來個黑龍轉桌刻意移花接木 柯總召說 又如食品衛生管理法等多項法案 在送出委員會後 第二天就在院會三讀 柯總召刻意將食安修法與勞基修法一例一休 擺在同一天平上 企圖誤導社會大眾 以為勞基修法一例一休 可如法炮製食安修法第二天就在院會三讀 當時眾所矚目的食安修法 為社會各界引頸期盼 朝野也不分黨派 一致達成謹速完成委員會審查 未完委員會還因此讓國民兩黨的招委 接續審查 謹速完成三讀的共識 對比此次一例一休的勞基修法高度爭議性的法案 有這麼多反對的聲音 這麼多反彈的動作 鋪天蓋地而來 勞基修法一例一休與食安修法 兩者性質有著天壤之別 食安修法歷經多少次有共識的朝野協商 而勞基修法一例一休一開始協商 所有在野黨都一致要求要重審 柯總召將兩法等同類比 是充滿政治算計 罔顧民間疾苦 我們試問除食安修法外 請柯總召再明確說出等多項法案的法案 還有哪些 可以在送出委員會後 第二天就在院會三讀 因議事錄有嚴重錯誤 審查報告亦有嚴重錯誤 原此要求將 105年10月6日議事處所發之朝野協商通知 台立議制第1050-70-5067號 喊音作廢 提案人陳怡民、李彥秀、蔣萬安、王玉民 案由民進黨因為暴力道歉 有鑒於10月5日民進黨主席陳怡雲 即10月27日民進黨主席吳宜行 於審查勞基法一例一修 修法爭議過程中 身為多數黨的民進黨主席 無法依循正常的議事程序進行 也無法維持會議進行的秩序 明顯失職 執政的民進黨在眾目睽睽之下 公集林德福、李彥秀、蔣萬安等三位委員 至時李彥秀委員首晚受傷就醫 本黨已將吳坤裕委員送交紀律委員會議處 今10月27日委員蘇正清 亦在眾目睽睽之下 無懼錄音錄影存證之下 公然施暴鎖喉方式 至傷害本黨陳怡民委員 至陳委員受傷就醫 此等惡劣行徑不但破壞會議 是秩序 更嚴重傷害國會尊嚴 為杜絕暴力行為 重塑國會秩序 原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七條規定 移送蘇正清委員送交紀律委員會議處外 當日未還主席吳議秦 亦因為無能維持會場秩序 至委員受傷 向全國民眾道歉 提案人陳怡民 連署人李恩秀 蔣萬安 王韵人 案有重審此案 有鑑於10月5日 民進黨主席陳雲 及10月27日 民進黨主席吳議秦 於審查勞基法一例修修法爭議 高度爭議性的法案 廣大的勞工朋友絕食抗議有之 遊行示威扔雞蛋有之 前總統武之政好名義更是基於義憤 於10月18日 以在床上強暴還是強暴為題 投書媒體 指稱該次會議 破壞會議程序爭議 律恐有負人民期待 更遑論目前已至少有 近百位學界教授名單如下 發出勞基法修正案 應回到委員會審議 學界反對民進黨架空委員會之連署聲明 朝野除執政的民進黨外 本黨、親民黨及時代力量 皆強烈要求先召開公聽會 再重新審查此案 原此未還委員會民進黨召委 應聽從民意而非黨意 針對10月5日審查勞基法一例修正七案 於三讀前 應先召開公聽會後 再重新審查此案 提案人陳一鳴李彥秀 那時代力量提的案子大概有兩個重點 一個也是審議的程序問題 但是一個就跟第三案是一樣的 就是黨團在委員會的提案 有沒有受到要三個委員的連署 提案兩個委員的連署的限制 時代力量的案子大概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屬於第三案的部分 那麼這個案子其實這一段時間 也蠻多的聲音 蠻多的相互不同的意見 那看大家有沒有能夠有一些共識 讓我們黨團也可以 院會也可以循著這個共識來處理 不過我要跟院會報告 從以前到現在 院會是不介入委員會的審議的過程 也不能代替委員會來做所謂的決議啦更改啦怎麼樣 我們只能依照委員會的結論送到院會 院會依照程序委員會的排定的時間表 那個剛才黃昭順委員說 啊院會都把一些法案把它處理掉 院會沒有權力來處理 處理任何的法案要優先審查 要排在第幾案 都是程序委員會在排 那程序委員會當然 黨團的意見 進到程序委員會 院會只是主持程序委員會排定的議程 然後在院會進行相關議事的一個進行 所以不是院長要排哪一個法案在哪裡 哪裡優先 那個法案優先不是這個樣子 這個一定要跟大家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第二院長也不能針對大家審議有爭議 或許沒有爭議 然後那個結論出來之後 由院長來裁定這個是有效還是副效 如果我這麼大的話 那委員會也不要設 乾脆就到我這邊來裁定就好 我們只是依照委員會的結論 你們做審查報告 不管是誰當招委送到院會 院會經過程序委員會排定 那進行到院會來進行 只能這樣做 那當然院長有義務 要來召集大家對於爭議的事件 有沒有辦法學商 大家能夠各退一步 有一個更圓滿的議事進行 那當然院長要負起這個責任 來召集黨團來處理劣勢的學商 那大概國民黨提的蠻多 其中也涉及到成一名委員 國民黨黨團要移送蘇振卿委員 具例委員會處理的相關問題 那我們都依照程序來辦理 我們都不會有個別個人的主觀的意見存在 只要大家黨團之間有共識 那院會就依照學商的結論來辦理 向院會報告 那我們現在就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我看這個裡面的問題大概都圍繞在那裡 蠻多的講法也圍繞在那裡 那因為提案 第一個案子是時代力量黨團 是不是請時代力量也先 將提案的旨意 那過來再國民黨提出相關的旨意 那民進黨針對他們的提案有什麼看法 表示意見 那親民黨 講特別啊 到最後因為裡面都沒有牽涉到你們 你再做最後的 好 那不然就看誰先來講一下 那個提案的內容因為 來 讓那個博三位 那個提案的內容因為剛剛都寫在裡面了 我覺得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再複數啦 那只不過說 在整個討論的順序上面 那是不是可以先處理 就是立法院議事規則 第59條還有第57條 兩者之間的適用關係 那當然除了這個案子以外 我們還是希望未來整個立法院的議事進行 都能夠很順利 這也是我們一開始 第一次院長在這邊召集協商的時候 提那兩件事情 時代力量的初衷 那我再講一次時代力量的立場 就是說整個勞動基準法 到底要怎麼修正 大家有很多不一樣的意見 那各個黨團有各個黨團 就實質內容的想法 這個都沒有關係 在國會裡面 本來這是民主 這是常態 那我們會希望說 未來立法院的整個進行 不管在委員會還是院會 都能夠針對重要的事情 來進行實質的討論 那在這個原則下面呢 那回來看 我們不管是10月5號 還是10月7號 所產生的爭議 那我還是希望說 可能兩個大的大黨 可以想一想 說可能過去 在面對這樣子的爭議的時候 那事實上2008年 我相信那時候很多民進黨的前輩 那包括現在的主席 也是我們的總統 包括賴清德市長 包括管閉林委員 大家事實上 針對黨團 到底能不能在委員會裡面的提案 民進黨那個時候 也曾經跟國民黨 發動了一波意志上面的抗爭 那最後不惜要採取焦土的策略 那我覺得這些 大家走過來的路 都可以讓我們 對於未來的整個立法院 到底要怎麼運作 能夠提供相當有智慧的引導 我想我們初步 就先做這樣子的表達就好 等一下如果要進入實質問題的討論的話 再進一步說明 好 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剛才有兩個資料 是2008年10月24號 這邊有柯總召的標題 不談提案權 逼民進黨採焦土策略 另外就是民進黨團 下週開始騙地卡 也是爭委員會的提案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議題其實不是因為時代力量而產生的 其實之前我們在立法院裡面就已經討論過了 好 那如果 一次規則定得這麼清楚 他也沒有講說 適用院會 不適用於委員會 那之前民黨黨團也 也前面也講過 那時候還找蔡主席一起 去見當時的院長 討論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議題不是現在才有 長期都存在 當時也討論過 當時也發動過抗爭 我們希望這次能一起解決 好 不過那時候的立法院長王金平 也講過這麼一句話 就是 大家要 處理朝野 就是要先解決衝突的問題 好 來 剛才我們收錢給國民黨先講 好 來 共料統一回答 好 他現在 講第一案 第一案 第一案 只講第一案是嗎 對 OK 好 我想今天所披露的 包括时代力量所提的12个案子 报告院长 完整的叙述的 从10月5号一直到今天 整个过程 完整的叙述 我特别提醒的是完整的叙述 整个过程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 就这个案子来请院长 来从你的高度来处理 是因为 我们所主张的 不是我们 包括时代力量 包括亲民党 同时都主张 当天的会议是无效 因为那个过程瑕疵太多 第一 第二 我们都认为应该要重审 三个政党都提出了重审 所以上次我才会跟你要求 紧急协商处理 免得会恶化 这个你们没有处理 所以就果然恶化起来了 那如果我们今天回头再看整个细腻的这个程序的记录来看 他的记录是灯载不死的 灯载不死 灯载不死 我们已经讲了多少次了 这必须要处理 必须要处理 那么灯载不死怎么办呢 上次我跟柯总裁也谈了 让我们来四个党团一起来阅听 一起来听 一起来看 因为有影像 有录音 这个是跑不掉的 然后根据四个党团一起阅听的结果 具修正 这个意识录 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 但是当时我们柯总是说 阅听可以修正不要 有这样的事吗 你阅听了当然就要修正 为什么不修正呢 所以后来我们的委员会为什么一直会持续这样 差错就出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要特别再提醒的是 这个灯载不死 已经不是立法院的事 而是公务人员的事 公务员如果涉及到灯载不死 就是按照我们刚看到的那些 会涉及到刑法213214 包括你们行政人员 都有都会涉及到 所以这是何极严重的事 然后第二个我要特别提醒的是 当你这个事实的记载就不准确的时候 后面所有进行的通通都无效了 通通都不准确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源头来处理当时的事实 到底是什么是真相 到底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我们必须要回到源头来处理 我先做第一阶段这样的一个说明 好 这个因为有涉及到我的7月1号的学商 所以跟总召跟各位有人报告 那一天其实我有提一个案子 我是说如果我们要来协调民进党党团重审 那大家就不要霸占主席台 让法案好好来省 好好的来办公听会 实在力量支持喔 是国民党党团反对喔 那这个那一天很清楚喔 如果你重审他们同意 你一样霸占主席台 那不是省不下去 那又不是回到原点 我们应该要先处理 不是 不是 我们才谈你刚刚讲的事啦 不是不是 这个要我学商 我不能够到最后民进党党团怪我 所以你看你处理要重审 结果你看国民党党团还不是霸占主席台 所以这个所谓学商就是大家条件谈好 那大家依照学商的结论进行 那一天时代力量黄国参委还特别支持 但是你们说要回去想一下 考虑一下 有没有 但是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不要嘛 这个这一点 所以我们不是 我们也希望刚才 我们也希望能够好好的来省 有公听会 大家理性的你们 因为这个是劳工的问题嘛 劳资法 然后第二 第二我们再来讲 我想听这个录音录影 因为委员会 院会当然都不以干预 那委员会他们录音录影之后 会根据他们的录音录影从实来把它记录出来 如果他们有违反伪造文书 那就一瓦办理嘛 如果上级有谁破他 那谁 谁破他自然就负责嘛 但是 这个录影录音 真的大家都可以来听 只要是委员你们党团都可以听 而且贵党团也听过几次嘛 所以 没有问题 所以那一天 不是啦 我是说听没有问题 但是有问题也不能 哪一个人讲有问题就有问题啊 就是大家要一起来听 那哪里有问题 有问题去修正 不是不能修正 民进党没有来听嘛 怎么会知道有问题 有问题 如果录音有问题怎么可以修正呢 一定要修正 所以这两点 也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先针对廖国东 我先讲一下 10月16号你们先 你们占领主席台 那一早上我们两个 还有江启臣在802 谈很久 我希望说有问题程序发言没有关系 然后来看录影带 看录影带以后再发言 发言有增值 再来超有协商 那当天的义师傅不处理 我是这样子讲 不是说不修正 是义师傅当天义师傅 我们就不确定没有关系 但是卫安委员会这个其他会要召开 你说你研究开 然后我一直跟妳谈 谈到12点 12点又跑掉 我那一还不敢去开中 然后又跑回来 你说2点 2点我要等到2点半才来 对不对 我们整天都要跟你协商 来没有关系 照程序来 你要发言 程序发言可以发言 发言完毕说要大家一起来看录影带 然后我们挡边来来看 看完以后 如果有意见 你的在上台讲话都没有关系 至于如果有增值 那交给院长超有协商 但是呢 那天的 我同时讲说那天的义师傅 也不要确定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保留最大空间 要面对这些问题 是你没了 你说 如果看完以后还要重新再审 然后还要开工业会 我说这个你直接挑答案 我们没有办法处理 我那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那你讲了一整天 过程确实是这样 但是你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还写出门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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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提案 我们那天其实有个提案非常清楚 我补充一下 你直接挑到最后 你说控制就要生死 刚刚苏院长讲了一个 刚刚苏院长讲了一个 我觉得蛮公道的 就是说大家看完录影带 对不对 看完录影带的目的是什么 还原事实的真相嘛 所以看完之后 当然要有结论啊 看完之后如果有错误 这不是发言 而是看完之后如果有错误 当然就更正嘛 议事人员在大家都在的情况底下 马上更正回来嘛 国民党我们当时坚持的只有这个 是当时民进党只认我们发言 但是他不要去更正会议的内容 这是最大的争执 所以如果今天好 不管大家怎么发言 刚刚我觉得苏院长讲的很公道 如果我们看影带 发现有错误的地方 会议记录先更正回事实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是啊 有错误就更正回来 我们听的已经有错误了嘛 时代力量刚刚的提案也讲得很清楚嘛 明明有意义的 下面就都不写出来嘛 然后结论还可以写说 无意义通过嘛 这完全违反事实嘛 这一点我觉得今天会议大家都在 如果这一点 我们先回到事实的原点 当天呈现真实当天会议的情况 把错误的会议意识录 完全更正回来 这是踏出第一步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要不要这一点先有共识嘛 这一点其实是外界质疑最大的一点 而且这一点是最严重的 让我们立法院的公务人员 可能会悲伤 他可能需要负担去承担这种伪造不实的 这样子的一个 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啦 我想这件事情要从头来讲 国民党不是纯洁的小白兔 本席在立法院十几年 以前你们多数党的时候 你们是这样主张吗 我们现在说回来说 现在换我们多数党的时候 我们不要学你不好 但是这个问题要查谁是始作俑者 谁不让会议开始进行呢 你10月5号不要去霸占801的这个会议室 10月4号晚上你不要去霸占 我们10月5号不必要更改会议地点 那10月5号更改会议地点之后 你们不要进来闹场 大家照程序来 我们那天可以照程序进行 我就是回到刚刚主席讲的啊 一再要求说我们会议要正常进行 但是你进来闹场 这来肢体抗争 来跳到桌子上面 然后在那边做肢体的暴力 这样有办法开会吗 是到底是谁不要开会啊 我现在回一口 我要问问到底是谁不要开会 在这个地方然后赖说 这个会议没有照正常的情况来进行 当然没办法照正常的情况进行啊 因为你们来冲撞主席台 要来霸占一场 要不让会议进行嘛 在那边装的跟小白兔一样 都是民进党不要开会 真正不要开会的人是谁 好这些东西可以安捺一下 我现在问题 今天的协商 如果有结论可以 好好开会吗 如果不能好好开会 这个协商没有必要嘛 有没有办法 今天协商如果有结论 将来能不能好好开会 如果你每次开会 就要来霸占主席台 就要来冲撞主席台 有样学样啦 请问如何开会呢 我是说将来往后 过去就告一段落 今天协商如果是要解决问题的话 今天的协商告一段落之后 将来开会有没有办法进行 如果每次就要来霸占主席台 要来冲撞主席台 有谁有办法主持会议 可以完全照议事规则的程序 一项一项来开会 请问谁有办法 给个保证吧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今天的协商没有意义啊 如果你呢 你今天说今天协商结果要处理了 处理了结果之后 你仍然要来霸占主席台 今天开这个协商会议有任何意义吗 我要问的是意义 第二点 我在这个地方报告时代力量 我跟你说一个说明 第一 七届立委本党的不幸当时剩下27席 所以27席的结果 就是我们会有几个委员会 只有三个委员 因为八个委员会 当时就是三个委员 我们在委员会有委员哦 因为当时的议事规则 是一加三 一个人提案要三个人连锁 所以我们那时候 民进党在委员会 在这五个委员会没有办法提案 当时也不接受党团提案 所以才发动了 你刚刚讲的那一些的抗争 抗争的结果 抗争的结果 把义士这个法令修改成 一人提案两人连署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现在国民党 他现在少输了 他现在赞成了 事实上因为有这个历史因素 你去了解 会做这样的修改 就是当时仍然不接受立法院 党团提案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不用降低连署人数 我直接用党团提案就好 所以我是说拿这个历史 那至于将来怎么做 我们当然大家可以来谈 最重要的是谈出一个共识 因为这基本上关系到 整个立法主义的问题 刚愿长有提到的一个观念说 他当愿长 愿会没有办法处理委员会的事情 是因为委员会是委员会 是个人主义 个人中心主义 愿会是政党中心主义 好 我举这个例子 为例了 因为贵党有五个委员 所以你们有三个党团 是没有委员的 那你那三个党团 如果你说党团可以提案 没有委员可以做党团提案 你那个提案在那个党团 有谁在委员会的时候 替你发言替你支持替你主张 这是大家要思考的问题 我现在谈的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国民党你在那边 不要在那边嚣张 当年我们的提案 如果你同意上我们党团提案的话 意识规则就不会修改成一加二 就不必要 当年你们也反对 那现在咬声一遍 就在那边卖人情 我觉得大家是就事论事 我是跟你报告说 当年的提案 从他的历史背景的确是这样 那将来要怎么处理 我们大家当然可以来谈 院长我刚刚有说话 请 那个是这样子啦 那个改成一加二是因为国会减半 那时候是改成后来国会113个 那委员会的立法院的委员大幅的减少 所以那时候在委员会承案的话 是变成三个人就可以承案 那这个应该是两个议题啦 那针对委员会党团是不是能够提案喔 现在依照议事规则 我们现在都是针对57条第一项在讲 其实在议事规则的第58条 其实也有明在的非常的清楚 59条 议事规则的59条就是 符合立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之党团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得以党团名义提案 不受本规则有关联署或复议人数之限制 这个在议事规则59条其实都有明定在 那我是觉得 这个就是看大党要不要尊重小党的一个问题而已 那如果你要走57条 57条第一项的规定 你还是要遵守59条的规定 其实历史规则都非常的明定的写得很清楚 那至于委员会里面如果党团提案 如果你有提案 你党就必须要派人去 这个也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案子应该是比较好理性的谈 大家可以好好的谈 那至于在这个 这个真的针对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我们看看这个议事杯葛的问题 这个是立法院长久以来的问题 我想要找一个共识有它一定的难度 这个 不过现在最大的争议就是在于 我看听起来就是 国民党愿意 就是针对它的录音录影 做它的文字确认 那民进党这边 刚刚柯总召也提的也很清楚 他也愿意配合 他也愿意照这个方向来走 那如果是大家都 我听起来都有交集点 那只是在于就是说 那听完了以后 要不要做修正而已 所以这个 这个只是现在的 就是这两个问题而已 那只是 所以真的要谈的话 就不要再去吵那些了 要不愿意去听它的录音录影 那愿不愿意修正 针对这个问题来做协商就好 那至于 党团可不可以在委员会提案 那我们来确认 意思规则的第59条 是不是合法 合理 这样就好了嘛 这样今天就更便宜了 那么多时间 那今天我是建议就不要再谈了 好不好 好 那刚才 啊 房委员之后就李委员 好 简单说明啊 那个 刚刚吴炳瑞委员讲的那个历史脉络 我完全了解 事实上也都掌握了 那我必须要说的是啊 我们依照立法院 一支规则第59条的规定 事实上是规定的蛮明确的 除了法律令有规定外 不受本规则有关联署 或复役人数之限制 那57条当然包括在本规则有关联署 或复役人数限制的解释设程范围内 那除法律令有规定外 立法院一支规则其实并不是法律啊 你要用57条去排除第59条啊的适用 在法律的解释上 不管是文艺解释 还是体系解释 这绝对都是没有道理的 那当初民进党在2008年的时候 所受的委屈 我们也都了解 但是并不代表说 当时的大党 不按照意思规则走 那现在我们就要继续 沿用那一种超越法律解释的野蛮方式 继续进行议事下去 那第二个部分 如果要讲到实质啊的内容的话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 在各个委员会啊的运作当中 基本上各个委员还是基本上 都是以党团的立场 看得非常非常的重 我在委员会里面实际 曾经参与过法案非常深入的讨论 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我们在那个委员会里面 就是没有三个人可以签嘛 那没有三个人可以签的情况之下 我也曾经拜托过民主进步党的朋友签啊 那他们说党团有交代就不能签啊 那你说好在委员会不处理 是不是以后都不能处理 也不是这样子 那你就是逼着大家 到院会的层次再来处理 那大家想一想 那明明在委员会里面 可以处理好的法案 那我们不赶快把它处理完 逼得到院会的时候 一定要拉协商再来处理 对整个立法的效率性 对整个法案的专业性 真的会有帮助吗 那第三个部分啊 就是说今天这个争议要解决 我必须要奉劝中国国民党的朋友 上一次院长在这边召集协商的时候 事实上我是觉得院长那个时候的才是 事实上是蛮正确的 就是你要处理两个轴线的问题 第一个轴线的问题是说 未来的会议要怎么进行 那第二个轴线的问题是 过去的会议所产生的争执 要如何的加以处理 那当然就是说 有的时候抗争的行动 会变成是多数的那一党 拿来在意识上面 必须要粗暴通过的借口 我并没有说多数党 在这样子做这件事情上面 我是支持的 但是不要让我们自己的行为 变成人家进行粗暴意识的借口 而且可以让意识很顺利的进行下去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那也正是因为那个样子 所以那天在这边协商的时候 院长第一次针对这件事情 召集协商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们的总招徐永明 他曾经有苦口婆心的 就请国民党的朋友再想想 是不是真的不要去接受这样子的方向 因为今天假设民主进步党的朋友 他们愿意去回顾10月5号 跟10月27号所发生的事情 那针对这件事情 我们在意识程序上面 好好地来进行审查 但是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确保说 那万一他愿意这样子做 你们到时候 还是用压上去的方式要处理的话 我们一切都回到原点 今天这样子的协商 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事情 所以我在想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同时就 这两件事情都把它给处理好 那要不然这样子的话 这个法案真的没有办法 进行很实质的讨论跟处理 好 来 院长我想等一下我的说明当中 也有机会回答黄委员的问题 院长我认为今天讨论这个事情 就不要再去讨论10月5号 跟10月28号当天的状况 而是回归到议事规则来处理 不管上一届议事规则是怎么走 但是新国会新民意 大家对于议事规则 这一本要不要照着走 还是说这本议事规则是只适用于院会 不适用于委员会 我认为院长今天在这边 我个人也想要请教清楚 包括法治局 包括公报助 我觉得都要讲清楚 第一 按照议事规则来走的话 那一天的会议记录 主席并没有才是要开始进行讨论 这是根据议事规则28条有讲这件事情 那根据议事规则第33条 第二项当中 他也说停止讨论也必须表决 而且必须正访意见都有表决 在公报处所做的这份会议记录 也没有这件事情 那既然没有我刚才提的这两件事情 那哪有来政党协商 因为这个案子对我们来说 没有完成委员会的讨论 如何进行协商 这也是国民党团 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协商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参与协商代表 他已经开始进行 委员会的讨论已经结束 开始要进入院会的时程 才开始有协商这件事情 这是当时国民党团 为什么不参加协商的背景 但是今天我们回到这个谈判桌 我仍旧是希望对于《议事规则》 这一本到底大家要不要照这一本来走 还是未来招委说了算 我觉得院长这件事情是大家的事情 或者是甚至未来 各个委员会都会碰到这件事情 那未来碰到同样的状况 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各个招委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处理 我觉得这是院长 我觉得今天大家在谈判桌上 我非常的希望院长或者是 本亚秘书处公报处可以解释清楚 要不要照着走 还是大家都祸心灵就算 以上 好来 我想今天有两大问题 对不起 我要先说先说不要说 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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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院长还有各位同仁 我想分两方面来讲 就是针对这个10月5号 这个发生的这个就是整个的 我们未换委员会开会的那个状况 在10月7号 好就是院长你在这个主持这个协商的时候 没有错 我们记得你是有提到说 应该要先修议事规则 可是也要在这边澄清 其实包括我还有蒋万岸委员 我们都有在现场讲是说 修议事规则本来就有一本议事规则 立法院本来就有议事规则在 如果要修的部分 什么不能巴占主席台 不能怎样 那个会缓不继继 因为你修需要时间 更不要讲说 常常这些议事的攻防 其实就是在野党 他们要表达意见 否则的话 今天可能少数就会被多数的暴力 或者是投票表决就过去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 议事规则要荣获要再修 可以 但是这个其实是有点缓不继继 所以我们在在现场是有说 是不是可以针对10月5号发生的 至少议事规 应该要好好的去处理它 我觉得这个是根本的重点 那另外一点 其实我要提醒 其实在10月7号当天 我当着四个党团的代表 我也有跟院长报告说 我在当时在下面议场的时候 有受到苏正清委员言语的威胁 因为在10月5号那天 其实他在冲撞的过程里面 是有对本党的许舒嬅委员 有不礼貌的动作 我在现 我有在现场 我有看到 我有制止他 在10月7号 在议场的时候 他就冲到我的面前来 他就指着我 他说你把我收回去 然后要求 他说 你怕我都没有对到对 所以其实已经有言语的威胁 我在10月7号 就在这个会场 我就坐在那边 我有跟院长报告 院长没有处理 因为院长说 你不是在听我 你这个场合 不是在说告诉 没有关系 但是我要跟院长说明说 当时其实我是有提出来 如果那个时候 我们有一个方式 两边谈一下 或者你可以请蔡其昌副院长 或者请林志佳秘书长 大家把我们两个人找来 大家好好开诚布公 把他谈清楚 不会有10月27号 那天的状况 10月27号那天的状况 我在这边要表达了 其实因为我是主题案人 我是主题案人 当吴玉琴委员 他念到我的提案 然后说不予讨论的时候 我是其实是当时是走到 咨询台我要发言 我要针对我的提案做说明 可是咨询台麦克风是被关掉的 我有按被关掉的 而且吴思耀委员 他就站在我对面 他霸占了那个咨询台 因为我在那边 我要去用他 他说你不要毁坏公务 包括还有吴秉瑞委员 我在撼动 因为我说怎么会麦克风关掉呢 他还用手要催我的手 我转过来我要去找麦克风 在推起的时候 其实我人是比较小 所以那个时候我气喘有点问题 所以我其实是要找 我其实是站起来 希望有地方可以呼吸一下空气 踩上去 其实我没有踩上议事桌 我是踩上议事人员的椅子 我一踩上去 就有人把我推倒 后面又有人把我一推 就推上了议事人员的桌子 不是主席台 我上了议事人员桌子的时候 对面的就是邱智伟 邱委员 我们两个人其实是在那边推挤 但是我觉得推挤在所难免 但是我们没有拳头相向 所以媒体说蓝绿开打 我们没有打 我们其实在推 邱委员在推我 我只是说你不要碰我 然后我们推挤的过程 这个时候是苏正清委员 他跳上了议事桌 然后他用手来捏我的脖子 掐我的脖子 然后把我翻倒 然后我就昏过去 我今天要讲说 我今天其实命是捡回来的 而现在听说民进党 要不要我送纪律委员会 好 没关系 你们可以送纪律委员会 但是我今天很沉痛的要讲说 其实大家都是立法院 都是人民选出来 不管你是不分区 你是区域代表 大家都是代表人民的声音 我们不过就是希望在院会里面 在委员会里面 来对于一些议案 能够来提出一些工法 提出一些达到一个大家的共识 我今天其实很沉痛的要讲 我今天这条命捡回来 我其实是希望说院长 其实你是有机会的 你是有机会可以秉公处理的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已经发生就发生了 我甚至非常沉痛的讲 我今天昨天在按林申告的时候 我没有告邱志伟 因为我们两个人在那边推起的时候 我们手都是张开来的 我们没有拳头相向 我相信他在那边是为他的党 党团来做适当的公反 我也是一样 但是我是被推上去的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回头去看那个录音录影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我希望了 今天我们在做这些民主的殿堂 在做这些事情 多数要尊重少数 因为只有多数尊重少数 少数才有可能会服从多数 你今天如果在这个状况下 你多数都不让我们少数 有机会发表意见 代表人民的声音 能够讲出一些话来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一个一言堂 我不晓得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全国选民 全国民众 所以我其实在今天很沉重的要再讲了 就有没有可能 我们至少要有一个SOP出来吧 怎么会做到 还做人身攻击的一个状况呢 而人身攻击了之后 我们还要被送纪律委员会 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 好 我简单讲两句话 就请壮瑞雄 然后再客总招 那一天学商 我不是说要修改意识规则 我是跟蒋委员讲 我们的意识规则已经非常齐备 是我们没有遵守意识规则 我们只要大家签订 我们遵照意识规则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但是国民党党团是不同意的 就是没有回应 所以要想想 我没有说要修改意识规则 意识规则怎么会允许 这个霸占主席台呢 我那天也是这样跟蒋委员讲啊 意识规则怎么允许 你说少数就可以霸占主席台 让会开不成 那多数党一定会想办法 另起炉灶来开会嘛 这个也是意识规则 所以 我是建议 在讲这样的事情 要整体啦 都不要讲自己有力的 我们应该整体 针对 我 你成为有讲一句话 SOP是什么 大家来遵守 SOP不是 SOP里面就是可以霸占主席台 那这个不叫SOP SOP是大家一个遵循 好我们可以开会 那要公听会 要发源 那依照意识规则来处理 这个叫SOP 也是意识规则的一部分啦 所以 对于 里面我们有推及 互相之间有一些 身体方面的问题 我们当然都不希望有这样的发生啦 但是 院长 我想 这个SOP 只包括一个部分啦 其实 霸占主席台 不是只有少数党在做啦 10月27号 其实霸占主席台的是多数党啦 所以 我才会讲说 SOP 也是一个部分 就是 你至少要让少数党的人 能够开始开会嘛 所以10月27号 我们坐在委员的 我们坐在下面的桌子 我们就说 是不是请非本委员会的委员 可以让开 然后让我们可以开始开会 对啦 所以都不要嘛 大家都不要嘛 不见的一定都说少数党在做嘛 都不要嘛 谢谢 好来 好来 我来讲一下 因为他刚刚讲到的那个冲突的原因啦 我来跟大家还原一下那个历史的现场 因为我在场 就是 10月5号 在委员会 由陈寅委员主持 议事的那一天啊 国民党就着了他们那个蓝色的服装 大家都带大型的麦克风进来 在那边冲撞 冲撞的中央当中有肢体冲突 就称名一名委员 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点名 某某委员打人 某某委员打人 还在推起状况 没有人打人 大家在推起状况下 他也点名我打人 然后他也点名 苏政卿打人 让大家非常的不愉快 因为在媒体的面前 明明就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你拿着麦克风 然后叫国民党委员在那边喊 说苏政卿打人 苏政卿打人 苏政卿打人 11月7号 苏政卿委员的确在院卫市 有去跟他讲说我没有打人 你不可以做这样子的宣称 我也跟你提醒过法律的问题 说那个时候是没有言论免责权的 你在那个地方 大家在这个发生肢体的抗争的时候 你一再的宣称谁打人 谁打人 这个是没有言论免责权的 你记不记得我也跟你提醒这样的法律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如果要去讨论这个 在冲撞的过程中 谁哪里干的拐子 哪里谁被摸到的 谁被怎么样的 这个很难避免 因为大家就已经 body跟body都靠在一起了 是没有办法防止的 不过院长 我说了好不好 我还是一句话 民进党可以考虑 要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个议题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考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之后 如果还是承然这样状况 没有办法开会的话 那今天这个协商我就认为没有意义 因为就我们委员来讲 这不是我的私利啊 我也是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同 大家都是为了这个社会 怎么样是比较好 大家在讲嘛 你说我们那天也在占主席 我们占主席的原因是 不要被你来攻占主席台 我们是防卫 你们不要靠过来 你们不要带麦锋进来喊 你们进来就做到会议席 然后照议事会议 规则这样开始 不要去做这个冲撞 会议绝对可以进行 我跟你保证绝对可以进行 我们是做一个防备 不让你们来攻占主席台 所以这一点 谁是主动 谁是被动 应该要弄清楚 好 我稍微说明一下 10月5号那一天 拿着小蜜蜂的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而且我要说明的是 在那一天之前 包括那一天 我根本不认识苏正清这个人 我跟很坦白的讲 所以我怎么可能是我在讲苏正清答案 不是我 OK 所以今天 如果你们真的一定要这样讲 可以去还原 可以去听 可以去看 其实今天不是我讲的 我再讲一遍 今天不是我讲这个东西 吴秉锐 请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摘账在我的身上 来啦 我说一下 陈一鸣委员 我觉得你最近一直在扯这个苏正清 其实吴 因为你两件事吴 我真的都在场 我必须要让你 把那个心里头 那一块石头放下来 你真的有误会 第一个在异常 苏正清跟你说 你去到哪里要跟你对 你只听到这一段 前面那一段 刚好我跟他在一起 他的意思就是说 看来我们做在那里 本来要尽量让人乱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 然后呢 他就跟你讲说 他要 他要不要让你乱 你跟他之间 变成你们有对立了 他意思是说 你走到哪里 我要跟他走到哪里 意思不是要把你打 不是要把你恐吓 你把它解读成是说 苏正清在恐吓你 人身上的安全的一个威胁 不对啦 那个我在场 那不是这个意思啦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听我说 苏正清不是这样 我就在庄 苏正清在跟我说的时候 也不是这样 那是你买你吵去吧 他跟他说那句 我也有听到 他的意思是说 哦 本帝你在那里 本帝就要让你乱 你要意识抗争 这都合理的 但是你要用这样 我没了 他要你走到哪里 我也要你走到哪里 就变成他要跟你攻防 要跟你阻挡的意识 不要把他解读说 他要来伤害你 他真的没那个意思 曾毅明委员 我对你很尊重 你也很清楚 因为刚好那个我都在场 苏正清绝对不是那个意思 然后那一天 你上来以后 苏正清 我也在旁边 本帝是邱志伟 我说 阿党你怎么去 他说我把他说出来 他如果要抗争的时候 我就把你 政党和政党和你对抗 他也不是要去伤害你 那当然 到处好像你 你昏倒 这个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大家都是同事 所以 你躺在那边 张立山 还有陈隋胜在那里 我就代表民进党 我就第一个 我就去看你有什么 那个都是 真心要去给你关心 嘛 不是说要向你上去 你有什么 所以个人的部分 不要去把它 擴大 因为 说到不要 那好像是 就是 那大家露罐 那我们没有一个立法委员是流氓 你老大不去 到这儿都要说得利 都没那个恶意 政党对抗有 所以 陈毅宁我要特别提出来 因为 你这样都把苏贞卿港放大 我觉得 不符合实情 他真的我在场 两次我都在场 苏贞卿也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苏贞卿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他都没在地嘛 我也必须要帮他讲几句话 他真的没那个意思 我劝 陈委员 这部分 放下来 他没那个恶意 好不好 至于今天的协商怎么样 这个大家没有意见 当然一定会看 要怎么做 他真的没那个意思 现在大概是这样子 我听各党团的意见 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SOP 就是照议事规则来 让会好好开 刚才吴幹事长吴秉慧委员 特别提到 如果这样才有谈下去的价值 如果会 到最后还是开不成 大家霸占主席台 那今天学商就不可能有结论 那如果说大家有诚意 黃国昌委员也这么讲 吴秉慧也这么讲 那大家重新再来 针对未来比较建设性可以 让会好好进行的方式 大家好好来谈 然后 意思规则其实都不准 我们过去所谓推级 占主席台 意思规则都不准 连麦克风都不准带进来 我们还是带麦克风进来 那我们党团就签 大家四个党团就签 签那个SOP 就是意思规则的SOP 那任何一个党团 就不要我们真的理性来讨论 办几场公厅会 应该有什么程序 大家来完备 本来政治就是 多数当然希望他的政策能够推动 你不让他开会 他一定想尽办法要通过 如果我们善尽再也把话讲清楚 人民现在我们都实况转播 都知道 所以这一点 如果国民党党团这里同意 那再谈下去 谈不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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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 好好思考一下 时代力量提出那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们现在在 有的委员会有人 有的委员会没有人 那依照过去的惯例 只有一两个例子 是没有 是可以让他们提案 我看你们的建议里面有 那 其他的都没有提案的 党团没有提案的权利 那党团之间 要不要 因为这意识规则 讲得 不清不楚 那过去 有没有解释令还是怎么样 你们要不要 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有没有特别的解释 还是说党团大家 学商有共识就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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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好说 好 但是先说 那现在是 2点半再来说 还是现在一直开 那是 沒關係 我怎么说 就沉淀一下 等一下我 我等2天半以后再开始讲 第一个讲我没有关系 大概就沉淀 就11万 就不久了 好 我是比较陈英文的建议说 要讲要好好来讲 好 那2点半以后再来讲 没关系 大家都有一点事情 好 这事先谈 先谈清楚 好 要不要继续说 我就开始说完 好 大家回答有三个问题 好的 世代一样所谈的意识规则 有七五九的问题 这个国民党比较care 就是说整个意识程序上 意识清理等等 所有的这些交阁 包括意识清理等等这些交阁 这些交阁就是陈英文的共语 我针对刚才世代一样所谈的 同国党委员有把这个念出来 我叫我念出来 但是我不希望说 你念的时候不予遗漏 出法一定有规定 不受规则有关于联署人数不予的性质 前面还有几个字叫德 德与党团领域提案 那个有德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有这个事情 我们要了解 这个有德的问题 这个整个意识规则 从美国48年到现在 总共修正了二三次 1999年1月12号 通过国会武法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修正了七次 为什么 因为坦白讲 包括职业行政法等等 所有的法 就是说 在立法院里面 因为过去1999年以前 没有国会武法 那照明天团体的游戏规则在走 所以到1999年那一次 我是前程参与的 跟国会的职业行政法 所以我不希望说 大家可以和我来说 那过去我也冠名 我很会瞧 市场 都是在为行求意识 意识整个都顺畅 这是要学商 学商就是政变 就是工房 就是让大家提出来 那我先谈这个 当年2018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区域 市民的一起招委也没有 委员会有五个委员会 我在说法委员会 我们没有提案前 因为要五分之一以外 他还有另外要三个以上 包括三个人 所以刚才 实在意识故意把过去 我们在抗争 包括那时候的干事长是在清德 书续长是 我们让国民党展开强烈抗争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 大家希望能够改 因为有这样的抗争 后来大家做 那时候王院长组织 超越学商 来把义识规的五 这个五十七条做修正 把后面那个三个以上 等于四个人改 改了 但是五十七条是 得以党团的名义来提出 那再得也不得 他们私密的论 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一样 就是说 在委员会里面 没有党团提出 那到今年 这一届的时候 有曾经破例过 是陈提迈委员 在那个委员会 那我就希望说 大家后来说 陈提迈委员是 他当场有经过 经过程序 部分大家都同意以后 同意以后 后来他们没有意见 所以到目前 只有这个例子 今天要 要从头回来 再讲说 这个义识规的怎么改 都可以谈 那整个 整个立法院 國外无法 来自于所有法案的修正 他们就是只有一个很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叫尊重少数 我们从少数出生了 我们当然 懂得如何尊重少数 所以包括以前党团人数 要多少人才能做 变成一个党团 十二个人 他改八个 百六 改五个 然后现在三个 就是 包括操委协商 也是 让每一个党团只有三个人 让每一个党团只有一个 任何一个人没有签名的话 操委商量 都不算数 所以大党和小党之间 产生一个很公平的 就是大家都一样的人数 好 这是什么 这是又在尊重少数 这国会 國会的改革 坦白讲 大家可以谈的 但我不希望 就是说 郭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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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马民 动 亡 无耻 我们就撑不下去了 我们就撑不下去了 我作为一个民党党成董昭 汉卫本党和英 驾驶 以及 我们尊严 这是我的责任 好 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今天要提出来 就是说 大家和我说 政治不是只有表演 这个作秀 政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大家建立在可以谈的 包括刚才 早上的住宅法也是一样 郭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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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选择这种自杂式的表情 这对小党更不利 对不对 那 讲串就是想说 哦 我们照顾都是说 我们把这个好推过 所以 内容也是民党提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冷静下來 好好面对一些事实和真相 大家好好谈看看 至于 我每天当然提到 我有告诉他 民党党不能去联署 是我 没有错 为什么呢 这是在什么时候 这是在修宪案子的时候 修宪案 18岁公命前的修宪是上一届 全国都有共识的 叫18岁公命前 但整个修宪案要让它通过 国民党又不能弄通过 所以 包括中央这个 那个是修宪是非常复杂的 当然 包括 叫吊吓钱等等 那中央这个体制叫什么 那上一届 在18岁公命前 是少 我们到最后说 是说 不最少 一些朝央有共识 包括公命前 包括反应前 人权等等 这些来让它通过 那我很遗憾的是 国民党既然 连这个放弃 所以修宪的18岁公命前 是本党提出来的 那今天我曾经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 跟新闻民党 王国商谈过 他要 叫院长要成立 这个修宪委员会 那这个东西 修宪是一个很慎 这一次大概 我们这一代政治人物 要面对最艰困的政治工程 也是这一代政治人物 我们这一届 可能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 但是修宪有 坦白讲 我们自己在执政的时候 我们对修宪 什么时候来 启动修宪 我们有自己的政治 agenda 很大 包括 坦白讲 我们现在 国会改 一下要速来改革 一下要年金 转型正义 等等 我们 就搞了太多预疾 蔡英文总统 不是牵手观音 所以 一下这种问题 到我们 我们受到很大 很大攻击 所以 我们对修宪 当然我们有自己 甚至安排 所以那天 我跟修宪拜托龙 这个暂时 我们 只有 假如修18社公平前 应该很简单的事情 不是说很困难 但是呢 除此之外 也应该谈一些其他问题 结果这个修宪 因为 这个法规得很清楚嘛 他 实在是联署人数 必须靠民运党去联署嘛 只有民党 帮你联署完毕以后 你在电视上面一直讲说 这个 18社公平前 是我们提出的 好像我们不能复合你 这个东西 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莫娜此路啊 大家要讲议题 以后 18社公平前 实在是这样 主张民党 帮你联署 不能去碎海 好像是我们跟着你走 所以在这点上 我当时看电视那一幕的时候 包括 我们的人 坐在旁边就说 我帮你联署 所以我那一幕看了 我对你 演绎开你交下来 我这个何其不公平 所以我说 以后 再这样 要联署 包括你要联署 什么两国论的问题 我们说 这个东西 我们提案 我们任何一个民党 都可以提案 怎么变成是你们的 你的专利呢 所以在政治上 大家不能这样玩法 玩得太凶了 所以我才相信说 以后要联署 谁能让大家看联署 是这样的言由啊 这本党尊严价值 我们不会捍卫吗 我不是说 最后时代要有任何意见 大家政党要公民竞争 我们都ok了 大家讲道理都可以 将来 时代量会长大 我们也承认过这个事实 那国民党一定 一定做Q的 你现在要挖不负 一定做Q的 大家挖不账 所以政治的趋势 大家要冷静想一想 你比较慢的 不要紧了 你又不急了 所以我今天只要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 很多这种事情 大家要讲来用期末 讲这个道理出来 我之所以叫我们人 不要去联署 是最主要修宣的问题 不能把联署掉 你拿去做功劳 不过人被碎汗 到底是什么 所以不能这样吃我们豆腐嘛 所以包括 有任何意识的 意识的 对立后抗争都可以谈 在这个立法院 总共有24年的联统 差不多每一件对我来讲 都是非常克服民心的 我长期在立法院 对立法院我最了解 我长期24年 我们关心的观察 国民党每一集一动 我对国民党了解程度 是超乎你们想像的 所以从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们回头再来讲 第二个议题的时候 第一个议题 要怎么谈 大家也来讲 既然大家讲委员会中心主义 请问 实际上只有五席 清明上只有三席 你在委员会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 四席啊 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 你哪一个 让一概的时候 包括人家草团兵 人家到富裕 什么都可以做 这个对整个立法院的运作 坦白讲是公平的 你没法的 你也可以讲 叫做这个文字要开的 所以那时候 討論很久就是限制在宴会 这是用的德 这不是因的 这不是要写德 所以我说你应该把这段德也念出来 听你在念嘛 不必这样跳过 所以这个我们要谈 大家一直说委员会中心主义 因为委员会是委员会中心主义 宴会是正能化 那宴会大家一起来嘛 今天 今天不是台湾的游戏规则 日晚的游戏规则 不是说委员会完毕以后宴会要造主义 过去 宴会也重新来嘛 找到提案的时候 如果我们那时候 忍受没有办法提案的时候 到宴会的一提案 也是可以提啊 但是要思考一下 你没有办人的尊 人家投了 你拿一张 党人概说服役 这个如何 对主委员会尊重 这个大家以前全部争辩过 这一路走 我也想要怎么宣誓 可以说 我们是 我们那天实在一样拿的 说 国当代也不知道政府的角度 我不知道 我这也没这个会听 我看的实在很难过 你那个本来就不行嘛 只有内政委员会 是经过大家同意过的嘛 是这样的情形啊 那你拿到说 我们提案 你不拿我们提案 三一文怎么 出来讲话 总统出来讲话 总统出来讲话 都可以了 这里完的事情 我还不清楚吗 那我们回头过来来看 国民现在所讲的这些 我那天 我们要不是讲 10月5号 10月26 27 要回头到7月11月7月23号 大家说 我们要和我几位 为什么7月11号 国民党提案 劳如基法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那边开会 那时候怎么不讲说要公定会 7月23号的时候 很遗憾 我一直很遗憾 就实在那 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一直百事不绝 你要占你主义台 你主义一占你的时候 国当代也我跟你讲 你说叫林苏文来 再来讲 我说我们可以代理啊 你说哪一个受益处带来 我说第一反应 从以前到现在代理主义 什么时候哪个受益处 你说要照你们的提案 通过才开会 我是真的 我们是等下来 快回去讨论一下 算了 那就不要开了 这个要回溯 整个整段来讲 7月11号的时候 哪一个人讲过要开公定会 公文庆会市立法院 委员会开会 没有必要 我刚才讲过 包括 包括住宅法公定会 所有看到那个会议记录 对吧 那你讲到说以前 以前 文化说 是朝耳湘同意 那是合计重大事情 所以要开23公定会 那打个朝耳湘同意通过 那你这个 这个 这个 老计计法修正 老计部长来立法院 报告四次 大家心里的立场都很清楚 那我们一直讲说 我们的法 我一直说 我们的法 我们绝对有把握 但是呢 只要我们这个法律的不好 我们会收到一定的选择 这每一个政党要负责 所以说 我们包括 装作霸市 改回单周四十小时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2001年的时候 没有处于到现在 所以他整个配套 他会喊西天下的问题 包括我们 加班也要给他 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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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双倍一下 双倍的薪水 这整个我们都有配套 事实上包括 我们都可以接受啊 我们希望就是说 大家 和我深深讲 委员中心主义 什么省议是民族 什么要委员来辩论 你有给我们开会的空间吗 没有啊 7月23 开始 已将到今天为止 我们从来得不到委员能够 可以讨论的空间 不然考虑中 但我们有一直认 每个人都认 你不认识 10个车我才开始啊 10个车是 我们都先赞你 先赞你 一场 先赞你啦 所以我们才要 变更会议事吧 对吧 这个 中间 10月5号 包括10月4号的时候 我跟你讲 好 人家都好来开 程序发言什么都没有完 除了讨论 也跟你拜託四次 也跟那天 10月5号 在6点钟左右 我跟卓昌在 在 在 在左洋上碰到 我说大家都好来开 但是很不幸 国民党就冲过来啊 那我们那个是 必要的防卫措施啊 要让它开就没什么 一定是 一整整整整整整也好啊 排除外难 也要让它开下去啊 至少 这个不是说什么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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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这个会 能够按 所有的游戏规则 一定所能 我们去维护 让这个会能够开得下去 所以陈寅才会在 花16分钟 把这个过程走完嘛 能够这些过程 大家觉得有问题 从一天看路人带 都没有关系 那里面有一定的游戏规则 那你签计议事务的时候 是吧 21号签计议事务 你们25 26号 就把 就把 301又占领了 那这个怎么搞呢 我一直跟你讲 所以那时候 26号 我一直跟你讲到下午 总统党去看路人 你还去程序外也不要去 你看路人带 大家要党再发言 不结论 請 請 請 不结论 那我们今天 意义 不确定 这个都是我们很主动 私自参与 我们知道 走过 走过少数党的过程中 对我来讲 尊重少数 是我们的价值 这个我们都得懂啊 只是 你还是不让我们开会 你们带领主席 那些是 贵党先带领主席台 只要我们真的要 真的要强制性 我那些会让你们带领主席台 这27号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当然要处理了 事问这个 这个 这个行团的动作 对任何个执政党 都是一定的 要录制 立法院 立法院所有的事情 都重新演过很多次 但是有一个原则 317那一天 317那一天 317那一天是 是 张庆宗 张庆宗 走在角落裡面 自己念念 但是呢 那一天 立法院的内政委员 也把这个省大报告发出来 医师处也把他发出来 吴敏睿 我跟吴敏睿去找医师处 处长 他现在坐在这里 他会说一下 他老了 因为 你 你 连上图一台都没有 连到基本程序都没有 过去也发生过啊 赵立寅为了 路深来台的问题 我们 国民党欢迎会议是 什么都搞过了 坦白讲啦 今天大家就是说 要让立法院如何硬做 大家合而来共 这些东西 这所有细码 一再重演 一再重演 包括 坦白讲 在立法院里面 第一次法修正在宴会的时候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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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那时候 我们民党只有27个人 我带了一些人 王院长不让他上主义台 主义台 但是呢 像我前边的小型麦克风 充进来 在国民党那时候人又多 这银金标 和蔡豪 让他把这个整个练完 就是这样啊 就做程序也是要把他练完 成因这个动作也是要 把这个整个程序 本来是法案都练完 要不要表 要 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 让大家看应代都没有 都没有 任何一个政党在执政的时候 当然是要把法案通过 但是 你能让法案 连委員会讨论的空间 也没有说 今天把所有人 变成是我们 就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啊 所以今天 我们要讲 讲清楚 要如何 有益规则 要如何更尊重小党 这都会说 沒關係 我们这种小党出身的 我们这样刚刚 谁弄出去 草叶布杰出身的啊 是不是 今天国民党 我是空间国民党 你们要在做 每一个抗争的时候 你要思考 你们还民意推进 劳基法的修正 大家从来都不讲内容 总统长你的恶力是假恶力嘛 然后你要 你要 总统长的特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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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这肯定自己去做吧 然后今天 包括今天 教师什么 那个音乐年轻人 占有我 教教公会 那是非常极专的 但是呢 劳基法不可能 满足每一方的啊 我们被资方 骂 我们也被资方骂 但是我们今天要承担啊 刚才跟我 今天暂停我的办公室 我也是要面对啊 但是呢 我在这里奉劝啊 政治大家都要扶着 大家要负责 我说你是318 其实你要到318 以前我们经过做宠福利 服务是我们去小小小香 弄的是个条件 把服务挡住了啊 318 那天不是民党 跟他冲 有挑进来的空间吗 有些规冠得太早 自己要稍微思考一下 不是 永远都是 你讲的话对 我们大家要好好来谈一下嘛 那今天我们来谈 陈奕宁的事情 他今天要去押忠是怎么去的 陈奕宁的事情 陈奕宁的事情 他在旁边 他说 你一定要把他发声 施筠心打人 他说他很 他说不了这个啊 我都让他发 所以他一定要跟他说 他跟他讲 他说 他不说 那可能他们你们之间会误会 所以他说陈奕宁是一个人 他说我发声 我发声 他说他没有发声 所以 没关系啦 五回大家备会 没关系 五回可以备会 我早上也跟你说 我们今天你提出什么 送陈奕宁的 是你 好啦你听我说 你说 好啦 沒關係啦 所以他说 他说我发声 好我现在你说 我第一队 第一队 第一队 演绎是这样 但是我们今天把他送 送去委员会 当然本长也要 把你送去委员会 这大家来说 他发声 完结的笑话 就二十几年以来 要了解 为何事 都要白骨回去 什么都要 党党党 什么都有啦 大家都回去 顾佑了啦 没人在想 为了 为了 EKPA 第一次EKPA 林思沛 你的国务 郭文成委员 现在大家要 扔一下 就会担他 这个 这个 邮寄啊 靠上去 他担他 大家都要照顾 这都找不到 所以我评认 我评认 这个杀战场 每一个人都会 都会想 用自己的方法 把自己的 想要推动的目标 往前 往前推动 那 另外一方 只有防疫了 我总也说 啊 双双的拜托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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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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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不错 睡去 我看你还走一走去 你的助理在旁边说 我他 我马上要解释 好 所以说 我这三个 城市的问题 要有问题 那是 你还充足 他也不想过去 什么都不 什么都有法充益 那个是minor的事情 整大大的事情 就是说 整个立法院将来怎么运作 整个立法院 公会生活 刚才说的麦克风 其实我 一直跟院长谈过 以后宴会 就不要打麦克风出来了 麦克风 不然不然就开会嘛 外宴会 大家自备麦克风嘛 以前是用的 黑金公大哥大罪武器 都在缺 什么都有啦 有一次 林明义主持 会议 那个 那个 那个我们 那个 书 书县党 没有 带来的 犯爹 今天就会说 他只会跳起来 很害怕 也有 也有那个 次来生 带黑道进来立法院 什么都演过 但是呢 我们今天大家冷静一想一想 立法院的运作 应该是怎么样 使 我认为 很立法院大家 今天一再可以谈 可以取商的 不要把曹蕙先生 污名化 我是 我是讲真的啦 没有一个人把 协商任何立法院的立法 立法院 立法院游戏 规则要怎么样 职业信息要怎么修 可以谈的 我 为了 曾经有法案 协商二三次也是在协商 市民安全法 市民安全法 市民法也十一三十四 什么都查搞过 大家建议在协商谈判 工房 辩论 都没有关系 你今天走到现在吃 大家要去庄外看 可以 方向大家来说 好 好 来 國長講一下 好 好 对不起 國長也是王安 蔡委員 好 剛剛柯總召 講了很多話 我剛剛一開始在發言的時候 我今天來這個 朝野協商 我是希望解決問題 所以過去很多事情 我實在不太想扯 我也不希望接下來的討論 對啦 就限於情緒 然後去吵以前的事情 然後這樣東拉西扯的 這樣問題絕對討論不完 所以對於剛剛柯建民總召 剛剛說很多指教 我也不會在這邊一一講 今天不是在這邊講鼓 也不是在這邊發表演說 也不是在這邊抒發個人情感的 就是解決問題啦 我一開始講話的時候 什麼時候去扯以前的事情 全部這樣一下講 如果真的大家要這樣子扯的話 真的扯不完啦 我是很明確的表達我自己這樣子的態度跟立場 我不要花時間 再去扯那些事情 真的扯不完啦 我不是一個不會吵架的人 但是我每次坐在這邊 我就是希望能夠解決事情 好好把事情給處理完 上一次坐在這邊的時候 丟一堆 往我們身上丟一堆泥巴 我都不想講 就處理事情就好了嘛 第二個部分啦 有一件事情要講清楚啦 就是 柯總召說59條那是德 那如果不是寫德 請問要寫什麼 這是最基本的法律授權規定耶 他的法律的結構是 滿足一個條件的主體 在法律上被授權可以做什麼事情 當然是寫德啊 難不成還寫因嗎 這個不是最基本的法條結構嗎 符合這個條件的主體 就有權利去做這樣的事情 除非法律有明文規定外 立法院議事規則59條 寫得這麼清楚 還不夠清楚嗎 我只簡單回應一件事情啊 符合立法院 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的黨團 得以黨團名義提案 不受本法有關連署或負義人數之限制 法律規定的很清楚 到底有什麼好變的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這句話是柯建民總召 自己在2008年的時候說的啊 寫得這麼清楚的東西 不是啊 你現在不是在針對第59條做解釋嗎 所以現在可以嗎 法律上得以不得 大家都讀法律系 都立法國 得有得以不得 這樣子啦 我們已經大家順便這個問題要來討論了啦 那個來江偉 我現在先說一個事實的問題 你沒辦法人的順應 你可以用黨團提案的時候 把所有的案子全部呼籲都否決 這個是委員中心主義嗎 怎麼可能會把所有的案子全部都否決啊 我只是提案 到時候會不會出委員會 你還是要看實際的版本啊 這個發生過了 沒有嘛 阿你就以現實的狀況來討論嘛 我以黨團到委員會裡面提案 到委員會裡面去討論 那還是要尊重那個委員會委員的決定啊 大家如果同意就支持啊 反正對就不行啊 好 了解 大概有一些方向啦 來 好 我想我很快喔 用很短時間喔 簡單說明一下 剛剛也 我一直很尊敬柯總召啦 剛剛也述出很多立法院的歷史喔 所以讓我們很清楚 那今天喔 其實我們現階段應該是討論第二案 對於總共有十一案 好 要來討論 那第三案我想我們也尊重時代的力量 對於在委員會是否可以黨團提案 我們絕對尊重喔 我覺得這也可以來討論 那先回到最重要 其實院長剛剛原本準備下的結論 就希望說我們能夠繼續開會 在未還委員會能夠不要杯葛 但是我想這個也是我們 國民黨團也希望 未還委員會能夠繼續正常開會 但有一個前提喔 最核心的問題 為什麼會做杯葛 主要是因為今天的意識路被篡改 而且有登載錯誤遺漏的地方 我想這個絕對不能糊弄過去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在這邊要召開協商 所以我具體建議 剛剛其實最早柯總長也提出來 我們就勘驗錄音錄影帶 勘驗完之後不能不處理 不然這樣是看好玩的嗎 所以看完之後我們也同意 如果有正確沒有遺漏沒有問題的地方維持 但是有錯誤登載不實有遺漏的地方 絕對要更正 我希望院長今天就這個問題 最核心的關鍵做一個才是 那第三個補充一點喔 上一次院長在這邊召開協商喔 我想我們其實也不反對 所以不要持續的霸佔主席台 或是不要杯葛 那我們也同意必須都要依照議事規則 那當然對於已經違反議事規則的部分 我們是要求要先處理 所以10月5號的衛環委員會 當天召開會議的過程 為什麼會有一分贏的狀況 為什麼會有很多違反議事規則的地方 所以很快 所以這部分我們的立場 是要求要先處理 最後結論就是說 我想也呼應科長最早講的 我們就把錄影帶拿出來 放還原事實的真相 看完之後 正確無誤的地方維持 錯誤遺漏的地方要做更正 我想大家坐下來看 就10月5號 10月28號兩天會議的事實的狀況 做一個真實的討論 以上 我現在講一下 20分鐘就好 我七條要怎麼寫 主法一定有規定外 得 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明明是空內 立完很多寫 得因 得就得以不得 就有不得了 應該把 要改頭把得拿掉 以黨的民意不錯 你如果得拿掉就好了 你把59條寫成 因以黨團民意提案 這才是鬧大笑話 我再講一次啊 這是法律授權規定的基本節奏 這是法律授權規定的基本節奏 主法一定有規定外 得以黨團民意提案 你把那得拿掉 以黨團民意提案 不錯 這就可以 當初為什麼這個寫 當然有它的道理 這個得和不得 得以不得有因的問題 所以把那個得拿掉就好了 我來做一個魯仲蓮 將來要怎麼做 這個可以討論 從歷史解釋 因為法學方法也有歷史解釋 歷史解釋57條 為什麼從一人提案 三人連署 改成一人提案 兩人連署 那個時候是第七屆立委 剛剛大家陳述過了 證明當初 國民黨在改這個法案的時候 這個議事規則說 也不接受黨團提案 因為民進黨那時候有黨團啊 27期有黨團啊 如果委員會裡面黨團都可以提案 我管你幾個人連署 所以我們現在是 我們法律的解釋是一回事 將來要怎麼做 大家如果有共識可以改變 這個我們大家 這個我想做個魯仲蓮 不用在這個上面在這邊爭吵 因為這樣爭吵現在變成文字的爭吵 跟那個內容的 並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 那第二個我是要回應 剛剛講完委員講的 我覺得講話要憑良心 10月5號開會之前 也沒有議事紀錄啊 為什麼10月5號 你國民黨要來霸佔立法 委員會的這個主席台呢 所以如果你說今天議事錄確認了之後 就沒有這些問題嗎 我只問一個問題 剛剛你講的 大家來勘驗 有不對的地方改 這個其實以我們的心理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要問一個問題 都這樣做以後 你還會再繼續霸佔主席台 將來其他的法案你會這樣做嗎 如果你今天照你的這樣講法 我們大家用這樣來勘驗 有錯的地方也改 這個OK可以接受 那如果你將來這樣做完之後 你還要再霸佔主席台 那我們今天這個協商有任何意義嗎 我的問題在這個地方啊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能夠白整一次簽下來 大家協商的結論就這樣子 那以後大家不要來霸佔主席台 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絕對舉雙手贊成的 甚至你說你要什麼要求更大的讓步 我們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不能夠答應 我們今天在這邊協商沒意義啊 每天來霸佔主席台 讓委員會開不成 然後再來院長你來協商 為什麼委員會沒有照議事規則開 霸佔的主席台 誰有辦法照議事規則開 我在立法院十幾年啊 只要有霸佔主席台 就沒有辦法照議事規則開啦 因為議事規則裡面 沒有一條霸佔主席台嘛 所以我是覺得你的要求 這一些合理的我們可以接受 大家可以來商量 但是你們如果如何 如何讓我們相信說 處理完之後我們的意識可以 照程序具體下去 這一點大家 是不是拿點誠意出來 對 不是 我想態度還是要表達一下 你要逼誰人霸佔幾次 這有什麼好逼對不對 不是 我覺得態度還是要表達一下 所以他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他要繼續霸佔下去嘛 那今天這個 你要提出政黨協商有何意義呢 我是建議齁 今天最重要 其實大家 至少國民黨 跟實在一樣都是認為議事錄 確認很重要 那實在一樣願意接受 好剛才提的這個 比如說剛才吳秉立委員講的 不要去發展主席台 然後民黨願意 在委員會裡面 重新來確認議事錄 沒有沒有 確認議事錄 對我知道 確認議事錄嘛 我自己 重新確認議事錄 重新確認議事錄 那至於這個會議有效 我想就跟議事錄的確認 會有關聯在一起嘛 那這個條件之下 時代力量是願意接受 我覺得這個立場要講得很清楚 否則出去又亂成一團 因為我們 如果價值都覺得 確認議事錄是很重要 過去 兩三天 兩三次的委員會 都是在亂這件事 那現在 如果願意往這方面走 實在量力量是願意接受的 至於關於59條的事情 我覺得 這個是很清楚的立法的問題 立法結構的 就是說那個法律結構的問題 不要再得陰 那個不是理由啦 當時蔡總統 我把它講完嘛 我剛才沒有講話嘛 剛才蔡總統為什麼去見王金平 談的不是 3加1變2加1 談的是 黨團在委員會的提案權 蔡總統去談的是這個東西 我只是把它講完 我不想跟你argue 我想這個要確立出來 好 我把 爭詢一下 或許現在大家都沒有辦法 就在這邊做決定 要不要 就是 針對未來開會 然後大家有一套的遊戲規則 就是照議事規則 然後 這個法案要怎麼處理都可以討論 就是勞資法 要不要想一下 剛才廖委員是說 2點半再來 學商 大家有沒有這個意願 不然以現在的狀況是 不可能有結果啦 2點半各黨團回去討論一下 那也順便將 實在力量提的案子 在委員會能不能提案的 蛤 蛤 沒有 沒有 現在就是要對 東團自己要討論一下 不是 我覺得院長 對不起我插嘴 我就說是不是很清楚的 在那樣的條件之下 勘驗 譬如說那個前提 剛才吳秉淚講那個前提之下 大家同不同意那個前提之下來勘驗 錄影 那個意思錄的問題 一開頭我就已經提了 其實就只有兩個主題 齁 就是一個 就是 會議紀錄的勘驗 那願不願意重新勘驗 那勘驗 包括錄音錄影 然後 如果真的有不一樣 願不願意做文字修正 症結點在這裡 你知道嗎 對 現在就是兩邊都僵持不下 看願沒有問題啊 我看他們都說勘驗 那重點就是說 如果勘驗出來 那當然是 那個錄音錄影 錄音錄影 尤其是錄音齁 如果跟公報上面呈現的不一樣 當然可以修正啊 這個這個還有 那變成偽造啊 沒有人他們都同意喔 他們都同意喔 我現在意思是說 對啦 我現在意思是說 好來看 沒關係 這不可以接受 但是看了之後 如果要繼續揹個 這樣是要怎麼看 包括我們院會 我們現在 好我現在說啦 議事錄如果確認 將來要進到院會 將來如果 一步一步來嘛 進到院會 你要不要又要來站主席台咧 你們那一天 不是霸佔主席台 讓副院長沒有辦法開會嗎 對啦 我聽到有啦 一定會這樣啦 大概就是這樣啦 他們願意做修正啦 不過 但書就是以後不准再霸佔一次台 你們要做會教會啦 這樣嘛 現在大家拿回去講嘛 對啦 我意思是說 可以了解一下 說這個方向嘛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 現階段我都知道 大家都沒有辦法 不可能兩點沒辦法有結論啦 沒有啦院長 所謂的 如果勘驗以後 對 問題當然 有問題就要衝 你把正點一樣一樣整理出來 當然要來討論嘛 對啦 你給我講話嘛 好來 院長你知不知道 那個議事錄長怎麼樣 到底什麼 對這個議事錄 國營會的議事錄啦 議事錄長怎麼樣 照議事規50條血而已啦 那個什麼 那不是公報紀錄 你把議事錄 看公報紀錄 你會... 沒有啦 那... 先看了 沒有啦 好啦好啦 先看了啦 要輪再來輪 一條腳來輪 這樣就好了嘛 現在都不去做什麼結論啦 阿伯說 他也不予答應什麼事情啦 彼此都不予答應啦 先看再輪嘛 總是說就要直接一隻 對嗎 好啦 好 我們今天的學商喔 沒有結論 那我們再繼續努力來學商啦 沒有啦 好 阿伯說 明り 阿伯說 我們是來善 他們 為什麼 感谢观看